郭文貴議員 好 報告委員會 出席委員以達法定人數 現在宣布開始開會 報告委會今天的議程為 1 審查委員黃國書等20人凝聚 運動採券發行條例第一條 第八條及第28條條文修正草案 2 審查委員呂玉玲等26人凝聚 運動採券發行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3 審查委員洪忠義等18人凝聚 運動採券發行條例第21條條文修正草案 好 首先介紹本日出席的委員 現場有柯智恩委員 有張亮萬堅委員 還有洪忠義委員 謝謝 好 介紹列席之政府 還有蘇喬會委員 好 接下來介紹列席之政府官員 我們今天部長有要功請假 由我們蔡前華蔡政賜來出席 我們財政部國庫署組長馬曉惠 還有法務部法治司檢察官周文祥 謝謝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師專委姚惠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科長林婉如 好 其他教育部的官員我們大家都很熟了 那何卓菲署長要介紹 來 何卓長 好 謝謝 首先我們請提案委員做提案說明 首先請洪忠義委員做提案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那本期針對本期所提的第21條條文修正草案 來說明 首先感謝我們黃國書扎偉 在本會期排定這次的運動採件發行條例 第21條條文的修正草案 那本條文修正的目的 是為了法律條文的一致性 並能遏止非法賭博歪瘋 那我想從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就是從條文的一致性來說 那在條文本身內 包括第三條第一款第一項 就清楚的定義 運動採件只以各種運動競技為標的 那在第13條第三款的部分 也明定 那為投注標的之運動競技賽事 那第21條的第一款也規定 防害投注標的的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 但是在第21條第4款的條文的規定 卻是擁有球隊經營權之法人等 那我想這個就是在條文的一致性上 是有不一致的 那是第一個面向 那第二個面向 從遏止非法賭博的落實來看 只把規範對象限縮在球隊 並無法全面遏止不法分子 介入運動競技賽事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 他只有規定在球隊的部分 據此本席建議 將各項運動賽事之經營權人 一體納入法者規範 援球隊一詞 應修正為運動競技團隊 符合條文一致性 也擴大法者範疇 其能遏止非法賭博歪瘋 讓運動產業能更健全且蓬勃發展 也望教育委員會委員給予支持 讓本案順利通過交付二賭 以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國師委員 為我們做提案說明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我今天針對運動彩券發行條例 做了幾個條文的修正案 我今天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討論的這個運動彩券 前身是由財政部在齊 當時所發行的公益彩券之下 以公益彩券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的法源 在2008年的時候新增的特種運動彩券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運動彩券的前身 也符合公益彩券發行的原則 當時的這個原則是定了 在盈語的分配上設計九成是用於發展體育 另外一成是回歸公益用途的這個模式 但是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 立法院就通過了運動彩券發行條例 在2010年的時候開始實施 運動彩券發行的目的就回歸到 要振興體育籌資發掘培訓 及照顧運動人才 但是在特種運動彩券 轉換至運動彩券的過程當中 當然那個時候有半年的過渡期 所以當時在使用盈語的條文的設計上 還是保留了當時的 特種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的盈語分配的模式 但是呢 鑒於彩券發行的盈語 必須要符合條例宗旨 所以因此在本會期相關的條文修正當中 我們也同步進行了公益彩券發行條例 與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的修正 讓運動彩券之盈語運用 可以全數回歸體育發展 達到專款專用的效果 台灣的運動經費的短缺 我看每個一段時期就是一個新聞 在2013年體委會編為教育部的體育署之後 由於教育經費的相互排擠 加上政府對於體育發展的資源投入不足 所以小選手礙於經費無法出國比賽屢見不宣 國內基層球隊經營經常會斷摧 以今年的預算為例 體育署編列了72億的預算 加上運發基金是8億的盈語 我們一年的體育經費大概是90億 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0.4% 但是日本跟韓國在2010年的年度預算 就已經超過900億台幣 所以讓運財基金能夠回歸專款專用 已經是刻不容緩 如果這一次的法案修正通過 台灣的運動發展每一年預計將會增加3億的預算 等於是增加了3.3% 這筆預算不只可以用於資源基層選手附外交流 也可以提升國內運動環境以及選手照顧 彌補目前公務預算之不足 因此在本次修正案中除了第八條的修正案 希望可以看到專款專用外 在本條例的第一條的發行宗旨 我的這個版本也提到了 由於目前運動發展基金的運用上 關於附外交流的項目 仍是以國家對於亞奧運項目為主要的適用對象 為了敦促在基金運用上 能夠提供我們基層選手附外交流的機會 所以也在發行宗旨中 正列了協助國際體育交流的文字 希望體育署在未來的基金運用上 可以讓更多的小選手可以走出去 台灣與世界各國的孩子們一起競技 藉由競技來交流 拓展國際觀並刺激選手的自我加強 同時配合日前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 第二項的修正在這個條例中 我們也同步了刪除了第28條的文字 讓運動彩券的發行可以單純化 規避全此不清的問題 這一次的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的修正 是希望透過運動彩券的發行 引以回歸運動發展的方式 在目前體育經費不足的狀況下 增加國內運動資源的可能 我們希望各位同仁可以來支持本案 讓我們的基層選手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跟更好的環境 來為體育奉獻發展 為國征戰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呂玉琳委員做提案說明 主席 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討論了運彩的發行條例的修法 本期在提案裡面的第8條特別的指出 我們運動彩券將收益 剝作我們所有發展台灣體育的專用 因為我們協助所有台灣體育的發展 必須要專款專用 才能夠輔導我們所有的包括 我們的所有照顧跟我們培育人才 才能夠讓所有的運動人員 受到我們的支持 為什麼要提出這個修法的條例呢 因為我們運彩的條例第一條 就有明文的規定說 為了振興體育並籌資發展 我們培育人才跟照顧運動人才 健全的運彩發行管理及盈餘專用 特定本條例 也就是說我們的運彩在主要 就是要振興國內的體育 培訓國內體育的好手來設定的 那這樣子的話 體育的經費有所限制的話 所有運動的人員 運動的好手 每次為了經費的不足 沒有辦法再有表現更好的成績 尤其是踏上國際舞台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運動選手 不要為了錢一直在煩惱 這個錢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運動彩券的發錢的經費 就是要做為專款專用 讓我們的所有的體育 跟我們的運動好手 可以有更多的經費的益助 讓我們運動能夠體育 能夠邁向一大步向前走 尤其是我們所有的選手 在這個資源上 好不容易成為我們的好手 但是要站上舞台 屢裡因為經費的不足 而受到很多的限制 如果我們的運產能夠專款專用的話 我們的就會發揮到 我們運產主要的阻止 給能夠讓我們的體育的發展 能夠更上一層樓 站在支持體育跟運動好手的情況之下 本席要在這邊拜託所有同仁 支持這個法案的修法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呂怡委員 好 接下來請教育部蔡次長 針對上述的併案審查的運動裁券發行條例 草案各版本的內容 進行口頭的報告 10分鐘 好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女士 先生 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 平時對於體育運動業務的關注與指導 那本部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審查委員所提 運動採券發行條例第一條 第八條 及第28條條文修正草案 還有運動採券發行條例 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運動採券發行條例 第21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席曾邀列席自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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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本人 那麼以下 謹就本部各草案之意見提出說明 敬請各位委員指證與支持 有關黃國書委員及李玉玲委員 所擬第八條條 草案內容修訂運動採券發行 應與應全數專攻主管機關 發展體育運動之用 可充實發展體育運動之經費來源 並符合運動採券發行之中指 敬表同意 為具洽財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後 尚有不同意見 有關黃國書委員 所擬將運動採券發行中指 策略協助國際體育交流 並配合運動特種公益採券之發行中指 刪除第28條規定 本部競表同意 有關黃中義委員所擬草案內容 將第21條鎖定球隊修正為競技運動團隊 得使各項運動賽事之經營全人一體 納入法則規範 本部競表贊同 為考量本部主管法令中 例如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其用詞為運動團隊 為使體育運動相關法令的用詞一致 原建議將運動競技團隊修正為運動團隊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蔡政次的說明 現在來進行尋答 每位委員尋答時間為8分鐘 必要使得延長2分鐘 列席委員尋答時間6分鐘 10點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有本日之臨時提案法律案之修正動議 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 質詢結束後處理各項提案時 若提案委員及臨時委員均不在場 原理不予處理 首先請柯智恩委員執行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次長跟署長 好 請蔡次長和署長 謝謝 兩位好 來麥克風打開一下 前天我們的蔡英文總統路過邁阿密的時候 看到了我們的陳偉英 這件事情可以讓很多的球迷 還有很多的國民都非常的興奮 那我們就開始想到了 陳偉英當然是我們臺灣之光 但是臺灣之光到底是不是臺灣製造 我們可能還好好來考慮一下 基本上面 他當然是發育於臺灣 他的DNS屬於臺灣 可是他大名大方當然都是在日本或是在美國 這是我們做的運動員的一個宿命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特別提到運彩 每個委員都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爭取更多的經費 來照顧我們的體育選手 次長應該知道原因吧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隨便看給我 然後我們看下一張 這就是一個我們運動員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養成的過程 過程通常都是靠父母親來資助 然後成功的喝采就是來自總統的接見 但是他工作的保障是完全靠自己 身體的傷痛由他自己來承擔 次長你贊不贊成這樣的一個說法 謝謝委員的指教 那過去情況是非常非常類似委員的這樣子 不過我們現在部裡面還有俗 那我們現在正積極的在改善這樣一個現況 好啦 我們改善我們來看下面 這個其實是有原因的 你看看我們所有排列 這個都因為這個板子不夠 都還是隨便舉幾個莊智淵 他媽媽對不對 當初也是沒有錢 還有包括我們有非常多 所以我都不用一一想念了 更何況我們講個最近的好了 網球神童曾俊昕 每個人把他抱得很大 全國 就是全歐洲最大的少年網球賽冠軍 可是他爸媽在夜市擺地 擺攤來照顧他們 這是無可 那後來又有好多的 包括我們打這個撞球 還有包括我們打高爾夫球的 他為了沒有錢 他乾脆轉級轉到中國級 大家還會抨擊他這個 因為這個認同的問題 可是卻不想想後面我們到底 我們到底為他們做的哪一些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和這個署長 你從過去到現在 你今年任內又被提出來的 好了面對這樣的狀況 你到底對於我們運動員 類似像這樣子的悲慘的狀況 到底做的什麼 好了過去做的就不講了 未來你可以做什麼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運動選手在競技場上 願意為他們整個的生涯提出貢獻 而且願意留在競技場上 很重要的就是要有無後顧之憂 是啦 是啦 我都知道 這都知道 那你到底做了哪些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所以我們現在包括整個職業發展的輔導 我們在他的整個未來的就業的部分 我們都有一個機制 第二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現行的 他只要是變成我們的培訓選手 我們在整個培訓選手的這個相關的補助裡頭 包括他的這個營養費啦 包括他的薪資金那個 他的培訓我現在問的是整個 像你們蔡總統所提到的 整個的職業的一個發展 好 那那個署長 你的話講得太慢 我們一一來檢視一下 我們兩位先休息一下 我先來問一下 等一下還會請你們兩個上台 我們是不是請那個衛福部代表 跟財政部的代表上來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台到我們運動彩卷 他們走路的過程當中 我繼續問 因為主席今天只有給8分鐘 好 來 這個過程當中呢 目前好像衛福部跟我們這個 這個財政部好像是不同調 目前還是 目前你們我們先請衛福部來說好了 你們目前還是贊成 站在反對的立場嗎 對於這個10%來挪給這個 所謂的這個我們的運彩 委員好 其實站在衛福部的立場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能 把這10%留在原本的 讓我們來使用 因為目前靠這10%使用的 除了我們衛福部所屬的 像國民聯金全民健保之外 地方政府也是很需要 是 但是基本 目前我們以104年為意 這個我們所謂運彩的盈餘 大概28.5億 那基本上面公益的盈餘是335億 所以我們跟你們比起來是非常少的 而且如果10%的話我們只有2.85億 如果這東西弄給全民運動的話 大家就會因為運動而少生病啦 就會很健康啦 那你們這個健保的費用 就不用支出那麼多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支持 這麼微薄的 這麼少少的一點東西 放到我們這個運彩的發展上面 其實以國民聯金為例喔 國民聯金其實還蠻缺錢的 我們都很缺錢 但是只有2點多 然後我剛剛特別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這個是發展 我們全民的體育的這個層面上裡面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這個部分 能夠衛福部能夠帶回去好好的來 大家都缺錢 但是呢我們這邊的話 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專款專用的方法 可以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其實我們每個部會都缺錢 所以你們基本上面 基本上還是贊成不同意的立場就對了 好謝謝請回好了 那財政部的立場也是如此對不對 請告訴我同意不同意就好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們是支持衛福部的意見 支持衛福部意見 好那就請回啦 反正他們的議場就是大家都沒有錢 好那我現在接下來請兩位 那我想可能次長你可以先回座一下 我們請署長就好了 因為署長對這樣的意義比較清楚 基本上我們如果今天修法好了 如果全部委員都支持 我們今天修法通過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多出了2億多的經費 可是2億多經費 為什麼大家還會有很多的擔心 就是因為不曉得2億多的經費 到底要怎麼來使用 接下來我先請教第一個 通常體育署在編列所謂的 這個預算的時候呢 你們是否可以將這個公務預算的 出國的經費不要再放在我們的 運動發展的基金裡面 出國的經費 對啊 有部分是在 不要啊我要你們全部放在 因為這是屬於你們一般 一般普通的行政業務嘛 你們放在我們這個地方基本上面 某種程度上面是不符合用途所需要的 隨便一個舉一個 大概所謂的這個 這個預算法的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跟第六條的第二 你可以回去查這個法令 基本上面你們屬於一般公務用的這個部分 像出國考察這屬於行政的部分 應該放在你們一般的預算 不應該來挪用我們 不是不挪用了 一般放在我們這邊 來佔據我們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這個署長有沒有辦法做到 在新的編的預算當中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體育團隊出國 或我們整個出國 這已經是個普通的行政業務了嘛 對 但是它的過去就是說 我們編列的預算不足 那現在如果說整個要把它移撥到 這個公務預算的話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還是希望 因為現在錢都不足 你們一般的出國訪查考察 基本上可以省一省 把大部分的經費放在我們這個所謂的 真的是發展的基金的運用上面 而且調出了這個所謂的實行辦法裡面 沒有一項是說你們公務出國 是可以用這個基金來去使用的 沒有一個與法無據喔 所以署長你可以promise 就是以後你們一般的公務出國的話 不要來用到這樣的一個基金 是 我們一般性的話 我們就把它調整到公務預算 那屬於這個選手的遺地訓練啊 等等相關的這個人才 這個競技人才培育的部分 當然是 就是一定要把特別 所以署長你現在把這個 我們明年會盯緊這個預算的編列 這個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 而且我現在看了你們 運動發展基金的經費其實不少 累計下來到105年度的期末基金 盈餘是102億喔 就表示你每年大概只支出20多億元 對不對 那大概期末都放在 是放在銀行升息嗎 還是你們真的太謹慎小心的 每天都非常的節省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小孩 出國要賣口香糖欸 出國要賣口香糖 還有最新的你看6月最新的出來 他們搞不好連什麼 深坑的地方連芬蘭都去不了欸 你都還有這麼多錢 為什麼不拿出來給他們用一下咧 所以這個 在去年的立法院就 的交易委員會有一個決議 要我們針對運動團隊的補助 可以編列預算 所以如果有這個經費 我們明年度就可以把這個部分 納到裡頭 我們明年度就 玉編了1.5億 你是說多出來這2億 你說要多出來這2億 沒有我現在只告訴你 現在既有的就已經可以編列了 這個東西了 我們真的每次看到這個部分 人家都覺得我們台灣的小孩 是怎麼一回事 連出國比賽這麼可愛的一件事情 都沒有錢 還要他們自己去自酬 然後問題是你有這麼多錢欸 你有這些錢呢 你現在還有102億多欸 我們去年的話就是付5億嘛 透支了5億 我們整個的那個編列預算 實際上我們在運動基金的部分 是去年編列的 沒有 我是覺得你們在編列預算 你們沒有把錢放在刀口上面啦 署長 真的是啦 你們真的沒有把錢放在刀口上 我覺得然後你們這個整個用法的 這個透明都公開 你如果今天告訴所有的人 你們這樣擺出來這個部分 是用在這些 這些真的有需要的一個選手身上 誰會反對呢 我們的整個補助的那個結果 也都有公道在網站上 補助哪一個團隊 補助哪一個團隊 我是個人覺得說 你們這個審核的這個部分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說 你們是不是有些錢 是放在當中 你們體育署的這個私房錢啦 這個部分是有 還是有一些的爭議 那我還是因為我時間 這個今天才知道少了兩分鐘喔 那你看嘛 我們現在想到辦法 你看那個我們的股清水過世的時候呢 蔡總統去到醫院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 我們真的是給這些運動員的 這樣的一個照顧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他會認為說要推廣所謂的 運動指導員的制度 而且他說這個公司行 只要超過五百個人以上的話 就要設立所謂的運動指導員嘛 那你現在有所謂的專業的專業教練 那你為什麼這專業教練 我們目前培訓的四千多個喔 那你用了六百個多個喔 謝長廷以前前院長說 我們還有一千個元額喔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有培訓這麼多 花了這麼久都是可用之材 為什麼沒有 我順便舉個例子 像你看花蓮的這個體育高中 還有台東的體育高中 他們目前用了多少的專業教練 各位訴吧 是 對 署長還是怎麼樣 那我想在明年度我們就會增加了三百個 三百個喔 專業運動教練的那個元額 我基本上還是希望 我希望體育署還是把你這個報告給我一下 就是你想用了多好的這個運動教練 然後你未來的這個規劃到底是怎麼樣 讓我們培訓花了這麼多時間 到最後你們都沒有用到 然後你看還有很多的時候 特別是你給各縣市兩千多萬 他們都沒有用耶 這些是不是要好好來處理一下 我們今年度會把這個整個 專業運動教練制度和國民指導員的部分 把它整個體制還有改革方案 會對外正式的公布 然後你把那個專業教練的使用的部分 還有各高中所所用的部分 送一份報告到那個本席的辦公室 我還是最後強調一下 本委員會不斷幫體育署在爭取經費 今天面對財政部面對衛福部 我們都提升經費 可是我現在發現你們還有留一堆錢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矛盾 應該這麼說啦 要跟委員特別報告 因為我們這個基金的部分 每次的預算 都是沒有通過 我們在使用這個預算的時候 不能超過前一年度的預算 基本上面不通過已經有它的理由 所以這個好好的去使用 我還是強調 透明放在刀口上面 委員不會不同意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柯委員 好 接下來請蘇巧惠委員諮詢 主席我們就請次長跟署長吧 好 次長 署長 次長好 署長好 次長因為您也是剛就任滿月 所以我想今天請次長跟署長一同備詢 方向的部分我們還是請次長回答 但是剛剛署長非常有自信的說 我們許多的資料都已經公開在網站上面了 表示我的資料是公開透明 所以我想本席今天的質詢內容 就都以教育部體育署這邊提供的資料 以及在公開網上查到的資料來就這個質詢 那資料的部分我想署長回答 本席可以接受 好 署長今天應該是最高興的啦 因為每次這個大家都是在三預算三預算 但今天的話我們是來增加預算啦 衛福部跟那個財政部那個 比較臉色比較不好看一點喔 但是署長這邊今天至少應該都是要笑咪咪的 署長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今天這個條例如果修正通過的話 我們的預算可以增加多少 一年 一年 大約 我們是按照 如果照今年的所盈餘的 差不多2.8億左右 好 大概就是增加3億嘛 對 我幫你計算過了 今年運動彩券的盈餘齁 這個威剛說光是到目前為止到5月底14億 那預計今年的銷售額到310億 好 所以盈餘佔銷售額的10% 所以確實啦大概今年 今年大概應該也還是可以增加3億 署長知道 啊不然次長好了 次長知道3億的話可以做什麼嗎 3億在你們部內的話 其實我覺得3億3億很多 你剛剛說這個國小出國啊等等啊 都已經超過一整年的部內邊內的預算了 事實上你現在最夯的新聞喔 那個犀牛啊 異大犀牛隊 異大犀牛轉賣的價格預估最高是3億 所以3億元購體育署買一支球隊了 所以齁這個錢也可以好好的來想一想啊 但是我想今天我們大家都同意方向上面 其實就是應該要把這一筆錢全部用來 專門用在體育的事物上面 這個方向我想在座委員大部分都同意了 但是我們真的應該好好來想想 這個錢到底要怎麼花 所以本席研究了近幾年來 運動發展基金的用途發現問題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第一個要質疑的就是喔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105年度 運動發展基金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通篇報告裡面完全沒有提到退役人才的照顧 署長 這個部分的話怎麼解釋 台灣沒有需要被照顧的運動人才了嗎 我們在整個的制度方案規劃裡頭 如果他是真正這個優秀的 我們亞運第一名 奧運前三名 那個是列在我們的這個保障他執雅的發展的範圍 所以要真正優秀的 得到亞奧運的 那個是直接有的 實際上其他的部分在我們的整個制度規劃裡面 我們也和這個奧會 還有其他機制啦 是 還有其他機制 好 那我就要了一個其他的機制 我說領取國光獎金的選手 目前工作狀況的這份資料 根據這份資料去年領取國光獎金的選手裡面 署長知道代業的有多少嗎 代業喔 我說的是代業喔 沒有辦法嘛 但我用代業來講就是 我們領取國光獎金的選手 但是是處在代業狀況耶 這樣的話亞奧運你剛剛說的真正優秀的選手 用你的標準來講 我相信有很多運動員會非常抗議這個說法啦 但是亞奧運選手代業的有8人 非亞奧運選手代業中的有30人 好 那我們就再請問 那麼運動發展基金這5年來 幫助多少代業的選手就業輔導 答案很少喔 對 就用這個基金 剛剛說了嘛 大家都說這個基金是要用來振興體育產業 然後我說第一個 你這個振興體育產業裡面 沒有談到就業退役的輔導嘛 那我們來說就業輔導裡面 這個基金幫助了多少 事實上數量少的可憐 一共只有5個 這樣夠嗎 我們的基金要怎麼用呢 這是第一個齁 我看到的問題 因為本席認為真正的照顧 不是只有在選手有能力參加比賽的時候 去照顧他們 市長 這邊的話我就等一下要請問你 你同不同意本席認為 對運動選手真正的照顧 不只是在他能夠參加比賽的時候 而是他在已經不能參加比賽的時候 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又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些運動選手 他其實也是真正優秀 但有時候就是比賽的運氣不見得太好的時候 他萬一就是在比賽沒有得到了名次 不能領取獎金 那這些人我們難道不應該照顧嗎 市長未來您的方向會往這邊走嗎 非常謝謝委員的指導指教 那我想我非常同意這樣子 就是說在他在頂尖的選手階段 他當然是投注他全部的心力 在訓練方面 可是這時候的話我們也希望說 一些相關的產業能夠支助他 這時候他也一邊來學習那個產業的 我想是這樣啦 你既然提到這裡的話 就是就業輔導辦理各項計畫 剛剛署長也有說 我們有很多的機制啦 但是你知道這些年來 一共幫助了多少人嗎 一樣是用你的資料 根據貴部提供的資料 從計畫的99年度開始到現在 一共是337人 只有337人 但是我們光是去年一年 領取國光獎金的選手 就超過了500人喔 所以這個數字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我們的照顧機制 確實還是不足嘛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因為時間真的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點出問題 署長回答了以後 次長我們教育部要管的真的是包山包海 但體育署現在既然是在貴部的管轄範圍之內 今天點出了這些問題就是 次長您能夠重視這個問題啊 因為除了退育選手之外 剛剛在說 課政委員有提到了 國民體育法的第10條 確實我們的方向是希望 能夠有更多優秀的體育選手 能夠進到企業裡面去 進到企業裡面 不但是為他們的就業 能夠有一個穩定安全的機制 同時也能夠提振社會的體育風氣 這是我們希望要有的 好一樣用您的資料 再用資料來看 我都幫你整理好了 你知道我們現在民間企業 超過500人以上的民間企業 要用這樣子的體育選手 一共有幾家嗎 一共是4家而已 民間企業一共只有4家 就是齊美 宏達電 達方 華雅 4家 但是貴部補助聘用的有多少人 3個人 一共只有3個人 那好啦 我們來說啦 超過500人的公家機關 是不是應該可以帶頭做起 市長知道 署長知道 我們政府機關我們這裡 行政院這裡 有哪一個部會 應該有達到這個標準可以用嗎 不知道齁 勞動部啦 去跟勞動部協調看看啊 要不要來適用這條 國民體育法第10條 政府帶頭做起 是不是可以聘用 那我們再看齁 如果他真的就做到了這一件事情 那我們政府按照我們這邊喔 也有喔 根據機關團體企業機構 推展員工體育休閒活動獎勵辦法 好長的名字 第6條 他如果做到了剛剛所說的事情 我們會給他獎勵耶 什麼獎勵知道嗎 署長這就是應該你管轄的範圍啦 什麼獎勵說給我們聽聽看 第一個就是說他如果 是我們 署長拜託快一點 是優秀的運動員的話 他我們還可以補助他的那個薪水 對企業 對企業有什麼獎勵 企業這麼認真做到了有什麼獎勵 還有我們 班發城市的 獎狀一張啦 獎狀一張啦 他可以抵相關的稅啦 他辦理相關的這活動 那你覺得這樣的誘因夠嗎 難怪我們沒有人願 沒有企業願意做這件事情啊 所以次長這就回到你的責任了 本席今天點出這樣的方向 次長是不是真的可以認真想想 我們有太多的環節需要做 有太多的配套措施需要做 署長雖然剛剛有說我們有機制 但顯然做的還是不夠好嘛 新政府 新氣象 大家真的都在期待 國民體育法第十條 剛剛有提到了這麼好的就業機會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努力一下 次長可以在這邊承諾嗎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 對 這方面的話我們會規劃 除了對企業 除了在所謂的精神的鼓勵之外 我們希望也能夠 這個如果是經費上面許可的話 好 市長這邊有承諾了 下次在省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按照你看看有沒有做到 來看看你的預算要怎麼編列 那最後一分鐘我也想提到另外一個問題 本條例的第八條明定說 我們要專用於體育 但是 現在是今天要修法用了 專用 但是我們來看看喔 前兩年 運動發展基金一共補助了 三億七千多萬元 用在哪裡 用在我們的 台灣運動採券股份公司的 運動採券經銷商教育訓練計畫 我們用了三億七千多萬元 在這個經銷商的教育訓練計畫 署長這樣合理嗎 這個對嗎 我們在這個 那個規定相關規範裡面 也有說這個部分是可以用的 對 這就是我說的 他現在呢還有另外一條 他這個在 在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的第四條 第四項他有說 與運動採券發行條例鎖定發行目的有關的各項支出 可以用耶 可是署長 如果我們今天才正把它修法說 一定要專門用在運動相關事項 那這條適合嗎 三億七千多萬元耶 我這邊再提供你一個資料 前幾年富邦在經營的時候 其實 這幾年來 他經營了三年 他一共才用一百三十萬元在教育訓練 為什麼這兩年用了三億七千萬呢 沒有用那麼多啦 沒有用那麼多喔 這個是你提供的資料啊 署長 你再提供一份資料來啦 本席認為這樣的做法顯不相當 就算是有這個規範在 我認為今天修法之後 這兩條有顯 與立法意志顯不相當的部分 也應該要進行修正 那今天呢 請次長 就我提出的問題 未來也好好的思考 那謝謝次長和署長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蘇委員 接下來請吳思堯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那有請次長跟何署長 好 次長 署長 次長 師王早安 大家早安 對於準備今天的質詢 其實對我一個運動大外行 我實在是傷透腦筋 今天的主題在講運動彩券的發行 那我們運動基金設置之後的運用 所以當然我第一個動作就是上網 我到體育署的網站 我要去搜尋有關於運動彩券 跟運動基金的相關的內容 我找到了一個體育署向下運彩 運動彩券的文選品的這個項目 點選進去 你知道我找到什麼樣的官方文選品嗎 署長你在笑 你知道我們現在只有101款的 運彩的文選品 對於我一個想要了解運彩 我想要知道它有什麼正面效益 我要拿出我荷包的錢 一起來投資 一起來看看運氣 然後藉由我的好運 或者是我可以用我的一點點力量 來資助我們的運動人才的培訓 運動產業的扶植等等等 結果 我期待看到一個正向的 關於運彩的宣導 我拿到的就這 我現在是實體版 你們現在發行的 有關運彩的官方文選品也101個 也就是 不好意思我這樣說 把運彩給污名化了 把運彩給弊端化了 給妖魔化了 你們現在的不管網站或實體的文宣 全面在宣傳 杜絕非法的運彩 獎金400萬大家快來 不是不可以做啊 當然可以宣導我們弊端確實是有 可是 對於我一個 任何的堂堂正正的國民 我想要投入運彩了解這個政策跟制度的時候 你告訴我 我們可不可以有更為正向的宣導 歡迎所有的國人來投入運彩 對運彩的運用有信心 而不是一開始就自己打自己一個大嘴巴 只有這一個負面的文宣 可不可以改進 當然這個也是要做啦 這個確實委員的指教我們要檢討 拜託欸 我就是一個白老鼠 我看到的時候在下面挖溝 然後我開始去Google開始去搜尋 哇是不是運彩全部都是弊案 我想不應該給國人這樣一個不健康的 一個認知的理解再開端 下一頁 下一頁 我的PowerPoint 所以這就是你們官方的 不管是網站或者是實體 加強正向的宣導 讓更多人來勇敢的投入 光光明明的來投入運彩 下一頁 剛剛講到獎金 我就先從這裡切入喔 我們設置了最高的有關於檢舉的獎金 如果真的有非法運彩 最高獎金是 細巴板嘛 那每年大概都支出多少 署長 很少啊大概一二十萬 一二十萬 一百零二年檢舉件數合發一件 十萬塊 一百零三年也是一件發出七萬塊 一百零四年只有一件發出二十萬 你這麼 鋪天蓋地的在宣導 大家來檢舉 杜絕非法運彩 可是你也設了獎金 為什麼 發不出去 看得到吃不到 還是真的我們的運動環境 體質好到健康到 都沒有弊案 都沒有非法的 我們從過去這個 職棒的遷渡案開始 這發生之後 實際上我們要非常謝謝法務部 還有相關檢警調單位 真的在整個的措施和過程之中 他們是全力的在做一個防毒 所以錢端都防堵到了 還有本身的 所以現在 錢已經有了 我也希望這筆錢都不要花 可是不要花的前提是 不再有弊端 顯然也不是 弊端還是平人嘛 有這個基金 有這個檢舉的獎金 就勇敢的給吧 當然我不希望 是有更多的負面的 犯罪事項來產生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就是一個畫大餅的檢舉獎金 更何況你的運彩的文宣 就是在宣導這件事而已啊 人說只有檢舉獎金來領來領 結果你也花不出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自相矛盾 自打嘴巴 當然我們希望 以後都不要有這樣子的 宣傳的必要 也不要有這樣獎金的必要 我們期待 下一頁 回到我們今天運彩盈餘 我都不贅述 剛剛幾位委員也提到的 我本期也支持修法 我認為運彩的盈餘百分之百 就是要全數 益助於體育的發展 這是本期的立場 我支持修法下一頁 但是我必須檢討 我也必須跟您提出 我的質疑 運動發展基金各個業務計劃 五項 103年以後 刪掉一項變四項 分別是 培訓體育運動人才 及運動訓練環境的改善計劃 第一大項 第二項 健全體育運動人才 培育的運動產業環境 改善支出計劃 第三大項 大型國際體育賽會的交流 第四項就是非亞奧 及基層運動人才的培育 這個比重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 電腦下一頁 比重裡頭我看起來 最大部分落在 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是在培訓體育運動人才 當然還有最後一項 百分之十七 加起來大概百分之六十 都用在培育人才 我要先講 我認為整個分配 比重都可以調整 蔡英文總統提出來的 五大體育政策 市長清楚嗎 署長清楚嗎 我們是不是因應 蔡總統宣誓的 五大新的體育政策 第一體育行政的優化 第二鼓勵企業投資 第三國際賽事要強化接軌 第四體育要向下扎根 也就是鼓吹全民運動 第五選手的直癌照顧 五大方向我認為就應該反映在 你現在這四項的比重分配 確實應該調整 尤其在運動產業化的扶植要加強 尤其在推廣全民運動的投資上要加強 因為這才會是一個健全的產業代的產生 調整比重 我希望看到你們未來的調整可以做到嗎 第二個我認為要調整的 我也很快帶過 我非常同意剛剛幾位委員都提到 其實我們運財條例的第一條就講到 我們要振興體育的環境 對於體育人才做三件事 發掘人才 培育人才 第三件是什麼 照顧人才嘛 所以蔡英文總統的體育新政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對於選手是要照顧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都在做前端的發掘跟培育 然後用完就丟了啦 你得完獎牌台灣之光 那個光芒是一瞬間的 事後的照顧是欠缺的 所以本席的建議跟要求 針對運財基金各項業務 第一個大體的比重 符合蔡英文總統的新政 做一個全盤的檢討 全盤的配置 第二個在你要做的體育人才 目前你都落在培訓培訓 絕對要強化後續的照顧 退役之後的生涯的規劃 沒有問題吧 我希望看到你們的計畫 好 下一頁 這個是歷年的盈餘 剛剛有委員提到 我還是要追問 我們現在的盈餘是 一百多億 你告訴我 大家都在花不錢 都在搶錢 我們今天也很不好意思 我們要從社福機構 社福機關的運用 要拿兩億多回來 我們每次生的這就不夠 沒辦法去打光 可是你現在盈餘這麼多 你放在那裡有錢不用啊 怎麼用啊 怎麼處理啊 你是不是可以考量我們來一個大社的條款吧 什麼樣的運用 什麼樣的運用是需求 就大量的投資 來 署長 有錢 沒有要花 對 這個因為我們也受到相關預算 稍微規範啦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整個預算 要一下子擴張那麼多 所以你自己又保守了 所以我就說只有你不對 你要打屁股嘛 你自己這麼保守不去思考 你就一直受制於基金運用的ABC的規範 那你永遠這筆盈餘只會越來越多 我問你每年的利息是多少啊 差不多六千多萬 是啊 每年光利息 六千多萬 當然利息也很好用啦 可是不能就把我們這個運動彩券 大家國人投入的盈餘 放在那裡定存 我們要活化滾動哈馬 我認為這個部分要再勇敢的提出對策 一百多餘當然不是一系散財童子花掉 而且我大有意見 你剛說的我們可以強化這筆盈餘的運用 用在補助各類的體育活動 我非常反對啊 我看到你們的運彩基金補助很多的康樂活動啊 補助很多跟體育不相干的活動啊 譬如說 什麼台灣新生活運動推廣協會辦一個新竹觀光逍遙遊進行曲 那十萬塊啦 台灣身體文化協會舉辦北港媽祖節慶文化學術研討會 十萬塊啦 這跟體育有什麼相關 跟委員報告他那個就是 他是好幾種活動併在一起 現在的活動所以民間團體都很清楚啦 一個活動最好名稱上齁 有節能減碳的啦 又有這個什麼運動推廣的啦 又有觀光效益的這樣觀光部拿一點錢 好我們文化部拿一點錢 這個體育署拿一點錢 台電來拿一點錢 錢不是這樣花的啊 補助就要補助在正向扶植運動產業 正向的來我要說 照顧人才我不再講培育人才 培育人才之後沒有照顧 那也是丟到大海裡很辛苦 我剛剛的幾點事情 第一個整個運財基金的運用 大方向的比重配置 因應蔡英文總統的新政 做一個全盤的調整 第二個在運動人才的相關作為上 除了發掘培育之外 你要強化後端的照顧退役生癌的規劃 第三點運動發展基金的盈餘 怎麼去使用它動用它 而且用在對的地方 這是你的功課 我們後續會有機會再追蹤 好不好那等一下的法案的部分 本期大概都支持 但是給錢你們就要能夠花花的對 謝謝 謝謝吳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吳智陽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次長跟署長 好 次長 署長 從你們的報告是完全支持提案 是這樣子 我想還是回到幾個彩券 公益彩券 運動彩券 他們到底當時設置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了解運動彩券是專門支持運動產業 公益彩券它是比較一個general 就是比較大型的 它有好多好多的用途 原來的是因為在開始的時候 97 98年是用公益彩券 它不是用運動彩券條例 但是98年之後 有所謂的運動彩券條例 之後才分開的 但是過去的歷史的因素 所以就把那個公益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要搞清楚 因為我覺得既然就分出來 而且是特種的彩券 它是有特殊的目的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特種的彩券 如果它不夠的時候 普通的這個彩券 它是要譯住特種的 不是特種的去譯住普通的 應該是這樣才對嘛 然後另外我也想這樣講 如果這個財政部或者是衛福部 反對的話我也覺得很奇怪 以我的想法的話為了發展這個運動的話 那菸品健康券應該來支助我們運動彩券 這個基金 為什麼 因為運動 大家已經證實了是非常強烈的幫助大家健康 減少健保支出 照理說應該是那邊不夠 我們這邊不夠他們要來支援 所以這個我們先把邏輯搞清楚 所以我覺得還是每一種彩券的盈餘 它的設置目的盡量去發揮 我們也看到真的剛剛無事要委員會講到 你留了這麼多的 我們看到這個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運動還大家在苦哈哈的 原來你這邊藏了一百多億 對不對 這怎麼可以呢 第二件事情我問一下署長 我們這個發展基金裡面的用途裡面 我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到底有多少放在 我也注意到大部分都是精英運動的人才培育 所以精英運動就是那種去拿牌的 那對於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的部分 經費比較少大概六億八 那我問你在其他的運動產業上到底放多少 運動才六千八百萬 就是說運動產業的協助 包括相關就業的協助 運動產業也很多 我們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裡面 有十幾項 整個才六千八百多萬 所以運動產業裡面的職業運動 你又放了多少 就是含瓜在這些部分 當然在運動職業運動我們沒有細分 其實像棒球發展計畫裡面 我再問一個實際的部分 實際投入職業棒球的補助 大概一千多萬吧 一千多萬 那我要跟部長跟 智長跟署長報告 因為職棒他也是運動才卷的標的 對不對 換句話說這些選手也好 這些球隊也好 他的比賽因為有這些比賽 大家去投注 產生這些盈餘 那分出來的部分 就職棒一點都分不到 我覺得有點可憐耶 好像靠職棒的人去養 要養所有的運動 這個太沉重了 那最近這幾年發生這麼多球隊 要易守或反易要轉手 其實你應該看得出來 真的在台灣這樣子的市場規模 要經營一支職業運動球隊 是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灰心或什麼 我們都真的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來幫助他們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10% 比如說去年2點多億回來 我覺得你幾天一大部分應該回饋 給職業棒球運動吧 是 跟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從整個棒球的發展 我們目前在各個項目的運動裡頭 棒球是我們整個預算投注最多的 所以他從整個人才扎根 從培育一直到整個到職棒的發展 我們在預算裡頭大概有5億多 是所有項目裡面最高的 你那是公務預算 包含這個 包含這個運動基金 那這個東西是因為有職棒 它才有這樣子運彩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有很多地方很需要 因為中華職棒它是台灣 可以說唯一的真正職業化的一個運動 那整個是帶動整個運動產業 相當大的一個龍頭 而且現在真的很辛苦 我希望將來您的這個 加上我們10%回來以後 有幾塊事情我覺得 這個也不是幫職棒 而是幫棒球 怎麼樣怎麼講呢 第一個台灣的球場真的太差太差太差 你要求地方政府在有限的預算 要補助也太難太難 所以是不是 署長我記得有請您就全國的 有目前正在請台體 在做這個研究 全國的場地做個總體檢 該修的 該升級的 對 就做下去 您可以編一些預算 然後讓地方政府 編配合款 是這個沒問題 我們本來就在朝這個方向 全部叫他們出我看也困難 目前也都是這些球場的預算 整修都是我們正在提出的 這個球場如果能夠整建好 一般的棒球比賽國際賽 甚至想要借用的職業棒球球隊 都有比較好的環境 這個又幫到業餘棒球 又幫到職業棒球 還有我希望署長要恢復 能夠跟棒球選手職涯發展 非常有關係的 就是二軍的培訓 過去體育署有做了兩年 我覺得成效非常好 現在大幅縮減 我覺得很辛苦 他們正規的一軍 養起來就很痛苦了 你想想二軍 如果在預算可行的話 我覺得要恢復這樣補助 第三個就是 我上次就是有跟您報告過 因為我們招委的裡面有一個 增加協助國際體育交流 我不知道有沒有包括這一塊 我覺得裡面應該有一個內涵 就是爭取 爭辦國際賽事 比如說經典賽 你經典賽你不要等到棒球很辛苦的 爭回來以後你就補助餓死 你可不可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讓他有一個信心 我這個基金 我協助你 我不知道最後爭取到補助 是不是也是從這裡 這個部分本來就是我們有在規劃之中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我剛才講的 上次講的這叫Sports Event 好 現在這叫大家 台南的那一個 我去拿到這個 這叫我自己去做 我去拿到這個 這叫做這個 我們要去用這個 這個這個的我去拿到這個 試試看 對不對 這個規定在那邊四年 都動都不動 好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蔡英文總統對體育 我看她也滿認真的 滿有興趣 她講的第一個 我問你 體育發展委員會到底掛牌沒有 我們在7月初上旬左右就會掛牌 會不會邀請我們去觀點 會 是 我們交易委員會的委員 我問你 我講一個實際的問題 這個體發會 體育發展委員會 成立以後 對我們體育署到底有什麼幫忙 有增加任何經費嗎 組織編制有擴大嗎 我想組織編制是沒有擴大 但是這個等於是 對我們整個跨部會協調 對我們未來整個體育發展 相關資源的爭取 還有相關部會的合作 我們可能讓整個體育運動 有更發展的一個企業 現在是由 是不是由張錦生政務委員來擔任召集人 是 所以經費沒有增加 編制也沒有增加 在這裡我們未來一定會增加經費 絕對會 我覺得你只是多一個多管事的長官而已 應該不會 署長你本來很大的 你本來是內閣的 你現在上面又有次長又有部長 現在部長次長算了出來以後 又有體發會的召集人 只要這個 你現在婆婆媽媽 對體育運動支持的 我們不管多少人越多越好 是嗎 是 我跟您報告一下 小英總統他在去年發表的政策白皮書裡面 他是幫你們報區的 他說堂堂一個體委會 怎麼會唯一被降邊的機關呢 是不是 他是覺得很委屈 這委屈的處理方式 怎麼會是搞一個 這個叫做蠻虛的這個體發會呢 我認為 因為次長我也為你們好 因為你們 真的你教育部管的實在有夠多 我也不忍心你們再去管這個 什麼要拿幾根牌子 什麼職棒要什麼發展 這個你們真的管太多 體育署 體育委會不只不應該降為體育署 應該升格為體育部 我想我會正式的提案來支持你們 拜託你們拿出骨氣來 又有一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專屬於你的 有這麼多產業要發展 又有一個運動彩券條例 現在百分之百要由你們來運用 你們當然要成為一個部 好好的發展我們的體育 跟這個產業嘛 對不對 署長你認為呢 你不好意思講啊 對不對 你上面婆婆媽媽太多了 我會幫你們來爭取 因為你們現在光是一個 好 我問你體發會的幕僚單位是誰 一定又是你們 育署 一定又是你們 那你的幕僚單位也是 也是你的中規族嘛 一樣的人 你用了一次 他又把它調去用 怎麼會有效率呢 所以唯一知道 就是你們自己升格為體育部 好好落實詹英文總統的政見 體育既然這麼重要 不要再用一個 一種這種臨時性的 這種任務編組的方式 好不好 OK 我最後問一下 四大運的你們體育署進駐了沒有 目前我們就是會請相關的比較 派誰進駐 直接會參與他們的處長會議 體育署派誰進駐 我們是副署長還有本部有派一位都學 副署長 副署長層級的進駐 你們進去是有幫忙嗎 有幫到什麼忙嗎 那邊可能直接牽涉到我們這個部的 或者是跨部會的事 可以馬上決定就可以馬上決定 整個效率會提高 我問這個問題 你們幫忙的範圍 除了讓這個賽事順利舉辦以外 包不包括原定開幕閉幕要舉辦的地點 大巨蛋的解決 你們大巨蛋 請問體育署幫不幫忙 目前這個大巨蛋 是已經不列為我們整個四大運的一個開幕 已經不列為 所以已經排除在你們幫忙的範圍 它已經是不列入了 而且是經過FIST的同意 好 但是我上次有跟您報告 大巨蛋還是體育署的業務 我們會和合作怎樣去 你們還是中央單位 還是要繼續處理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曾明中委員諮詢 好 謝謝 謝謝英明的主席 不敢 麻煩請蔡次長 請蔡次長 委員好 次長好 今天的修法基本上我是贊成的 讓體育的經費更充裕 所以這樣一修的話 又增加了218對不對 是 所以以後體育經費會相當的充沛 對 有關運動的經費 我相信會非常的充裕 所以今天的修法我基本上贊成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请教老问题 有关学代的问题 学代的问题我在总咨询问过院长 也问过部长 我再次要请教次长 你看现在学代成为年轻学职的重要负担 早期最高的时候了 曾经高达81万7千人 那时候是金融海啸 你看金融海啸也影响了很多的家庭 那时候最高是81万7千人 现在是57万5千人 现在你看这里面57万5千人里面 你赶快看结构了 公立学校的学生是11万5千人 私立学校的学生是46万人 一切是80%是来自私校生 而且那贷款的金额四年下来 是38万4千元 所以他的金额相当的高 是私立学校的两倍左右 所以次长我相信 我不晓得你来自怎么样的家庭 其实我本来为今天部长会来 我还特别把部长的背景 把它调出来 部长来自宜兰的乡下 念的是师范 我相信他家境过去也不是太好 我不晓得次长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跟委员报告 我来自单亲家庭 也是来自师范校园 也是只有公费才能够念书的 对 所以就你们的部长也好 或者是蔡智长也好 都是来自非常一般平凡的家庭 尤其你提到来自单亲的家庭 要念书真的很辛苦 那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师校生 46万人 46万人 那你看他毕业之前 就要背了38万4千块的学弹 另外你也晓得 现在大学的毕业生的体薪又低 现在平均是28K 但是私立学校就更低了 所以他等他到30岁 年轻人 还有他 jump to the next day 大家看成了 他在高队 是有什么愿意 他在nting 那不就是学校园 就像一般人 那不是学校园 你我要说 我现在是学校园 那我们学校园 那我们学校园 你学校园 然后我学校园 那我们学校园 你看一年就支援你28億 以後要更多的經費 讓你在發展這個運動 你看看 但是我們教育部投資在 學貸的部分非常少 從最高是2007年 補助的是41億6千萬 一路往下降 現在是30億9千萬 當然我也曉得 教育部會認為 這個是因為歷史降低 但是我的想法是不是 教育部你看你的經費 一年超過3200億 我覺得你要有更多的愛心 有更多的創意 來協助這麼多 57萬5千人的學貸的學生 那請問次長 有沒有更具體 因為你們現在的方法 只是說延後他腳踝的期限 或者降息 我覺得都是傳統 而且非常的有限的 請調次長 我覺得尤其你是來自單親家庭 部長來自一般的家庭 我覺得教育部要發揮更大的心力 更多的資源 益助到學代的這一群的學生 57萬5千人 你看今天審一個這個運動採券條例 就增加了兩億八了 你可能以後運動採券 隨著運動採券的業務的蓬勃發展 你會有很多大量的 大量的經費益助運動發展 基本上跟次長不好我也樂見 但是我還是要拜託次長 回去跟部長講 能不能有更多的創意 更多資源 益助到這一批 你看57萬5千人 這些學代的學生 尤其是私立學校畢業的學生 因為我還是那句話 你讓他畢業以後 整個現在就業環境就不好 在台北可能28K到中南部 更低 他假設背了滿身的學代 畢業以後又找不到好的工作 不管誰執政 我說這個沒有藍綠的問題 不管誰執政 他對這個社會的滿意度都會很低 那至少那個產業面 那是經濟部的事 其他部位的事情去處理 但是我覺得教育部 你一年將近3200億的經費 你不能還是用那個30億9千萬 來處理這麼多的學代的問題 次長 我上次記得在財委會決算的時候 跟你討教過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們教育部 能不能投注更大的心力 不然老講 五年五百億 那個拔尖計畫 我還沒那句話 沒有拔什麼尖 只是那些老師教授分調 我講這些話 都得罪很多人 但是真的沒有具體績效 你五年五百億 那都是很多 我也知道 我也有朋友在學校教書 到年底快到的時候 下化經費都消費掉了 市長 能夠更多的經費來照顧 這57萬5千人的學代的朋友 市長 你有沒有具體的想法 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那跟委員報告 我原來也任教在私立的大學 所以對於學生 他們在貸款這一部分的話 我也很有同感 那事實上部裡面 現在正在籌編106年度的經費 那我們也非常努力的 在往這方面來思考 那您剛剛也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 就是往第一個 當然是能夠延後來 來繳回 它的學代的利息 還有本金 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在努力了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這個我們在我們的經費 我們的預算的這個範圍之內的話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好 謝謝市長 因為你也在私立學校教過 而且你又來自 大家來自一般的家庭 那因為其實我 我跟我們年紀差不多了 我們那時候是台灣第一次 經濟蓬勃發展 我們有機會 但現在年輕的朋友 要靠教育來翻身 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一部分 只要你是增加攜帶 這部分經費 我一定拼了我的力量協助你 那比如說我現在 我也有個想法 希望你回去可以研究 因為這大方向是好事 因為你看你基本上 還是那句話 你教育部一年3200億 用在很多 我不要講效率不好 至少效率提升的部分 把它挪一部分 來這裡協助廣大的學生 市長 我不騙你 公斗無量 而且也會讓你不需此行 來當教育部的市長 所以我希望你跟部長任內 把這個事情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來處理 我覺得因為你在私立學校 你看到很多私立的學生 其實背到學帶 出去又找不到好的工作了 那我一個具體的想法是 能不能功利也好 私立學校 假設他的成績 最好的比如說1%或者2% 能不能第一個免習 第二個甚至某個程度 減出他的本金 我希望能夠給他更大的 這麼一個優惠 這個方向是不是市長 可以回去進步 進步研議 比如說成績 因為有人也認為說 很多私立學生 沒有這個能力 練大學 結果又拖個學帶 他來念書 但是好 你假設私立也好 公立的學校也好 假設他成績好 我們就免除他的利息幾年 或者是免除他本金 多少 1萬 2萬 類似獎學金 市長 行不行 你假如不行 我自己來募款 那就不好看 我可以募款 市長 我朝這個方向 來努力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會納入考慮 對 因為委員長 因為你也知道 你也老講 你也不好意思 讓你講說 你也是來自擔心家庭 部長 我特別為一個他今天要來 我去把他back on our 研究一下 他沒記錯 他來自宜蘭的撰圍 對不對 鄉下嘛 你也是啊 我意思是說 這個57萬5千人的學生 真的 希望給政府 下一步3200億的預算 你就預住他39億9千萬 這講不過去 你看今天增加的運動彩券 一年就28億了 以後可能超過了 超過30億 很快超過30億 我相信今年超過30億了 這樣會對不起 那些來自比較一般的 我們不要講他低收入戶了 比較來自一般家庭的學生 而且他們真的嗷嗷待哺 希望市長能夠促成這件事情 回去也跟部長報告這件事情 因為老實講 你假設能夠給他 因為那個傳統的方式 傳統的方式那不行 傳統那些 那個延環 或者一些自知解解 那個沒有大破都要大力不行 我希望市長能夠有創新的方式 那經費其實增加一倍或怎麼樣 來協助這些學生 好不好 謝謝市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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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曾委員 好 接下來請張廖萬堅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請我們蔡政次跟我們署長 好 政次署長 好 謝謝 我們次長好 署長好 我想對於今天運動採券條例的修正案 本席也是抱持贊成的態度 就是說我們增加這 把這10%回歸到運動產業發展 運動界來使用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這個 對原來公益採券盈語 其實真的是很少 但是對於運動界的發展來講 是一筆讓我們相當期待的經費 那事實上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市長跟署長 其實我們這10年來 我們整個體育的預算 我做的資料 看起來是增加 年年增加 當然這裡面也有包括很多 重大的國際賽事 我們的一些補助專款 那不管是 從96年開始我們看到預算是55億左右 到了今年 今年 今年大概可以到97億跟去年差不多 97億 98億 去年98億 我們看到了這個預算年年增加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了運動產 這個基金 發展的基金 它的這個 從這個水庫裡面撥過來的水 事實上我感覺是越來越少 是不是越來越少 雖然因為之前富邦銀行 他們是用這個簽約的方式 來設定這個英語 那當時補助比較多 那後來中信集團接了之後 他們就用過去的經驗 現在訂比較合理的一個 提波的預算數 所以感覺起來 這個預算很可能 在增加的幅度上 會受到一些限制 署長你覺得會不會 跟委員報告 從那個數字上我們看到 就是說 英語保證的部分 在第二期的部分 確實就是受到第一期的影響 而有所限制 好 我要問 那你知道小英政府 對於我們提預算 的主張是什麼嗎 就是8年後要Double Double是多少 如果從去年的話 我們應該要 至少要到160億吧 160億嘛 也就是說 從明年開始 至少平均10億的增加 差不多 才能夠達到這個規模 署長你有信心嗎 如果我們運動基金 運動採券來努力賣 也有可能 完全靠努力賣採券喔 體育署的人 全部都在無財劍 我是覺得 我們來討論一下 本期非常重視運動 我來自基層 那我也擔任辦委會的主委 我在全國辦委員擔任理事 我跟吳志陽委員一樣 他是他當比較大啦 他是職棒的產業的 我們就來檢討產業 最近異大 這個轉賣的事件裡面 我們覺得很奇怪 以前是因為遷讀案啊 或者發生了什麼 這個大環境影響票房 最近有嗎 沒有 那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應該是戰機的問題吧 戰機 好啦 我來告訴署長 我很關心 我就任之後 我去翻了你們的 有關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你們訂了100年7月 我跟署長也聊過這個事情 100年7月訂到現在快5年了 結果發現你們從第7條 從第6條第7條開始 第7條說 依據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要成立運動產業發展研究院 成立嗎 5年了 沒有 因為這個我們當時也有提出 當時整個人事行政總處認為說 不需要疊床駕屋 他說不需要你就不需要 目前在我們商研院啦 這個工研院啦 我們都有合作計畫 來翻到那個你們給我的原因 我就是曾經為了這個 來跟你們討論 我們看一下 第7條原來是要設定 那個設置條例要另定之 你們給我回答的是說 因為組織要精簡 經濟效益運動產業 市場現況及規模較小 對不對 人事總處那個署長 第二個回答我是說 產業研究以跨域之研究發展 較具價值 第三 工研院及商業院所進行之研究 其範疇亦包含運動產業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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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大家關心運動產業 希望它有好發展 不但要有預算 也希望產業能夠蓬勃發展 如果真的蓬勃發展 署長你剛才就不會回答我說 要靠賣彩券啦 你說組織金錢 經濟效益 效益運動產業 市場現況規模較小 不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應該要來協助發展 來成立嗎 來擴大整個產業規模嗎 怎麼會是用這個理由 第二個 站在你的體育署 你的這個機關的立場來講 就是應該要來成立 第二個 產業研究以跨域之研究 當然沒有錯 我們當時的這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就是模仿文化專業產業條例 我們訂了很多 就是認為說這個產業比較不一樣 跟經濟部工業局主導的 產業發展是不一樣的 那你體育署是不是應該出來 主持這個跨域研究 才能夠真正的 把這個體育的相關的 運動產業好好發展 不是嗎 怎麼會是回答我這個理由 更扯的是 你說工研院 有一個新世代運動 娛樂產業聯盟 已經在 喂 你說 你知道工研院跟商研院 這兩個計畫 來 你們回答我第三個 是說工研院已經進行 新世代運動娛樂產業聯盟 商研院已經進行 健康促進服務產業發展運動計畫 這兩個計畫 我可以告訴署長 你們現在回答我的 新世代工研院的這個聯盟 2011年已經結束了 你現在回答我 因為這樣子 因為有這個了 所以我們研究院不設了 這真的是 亂講一通啊 第二個 健康促進服務產業發展 推動計畫 推動計畫 我是敢不懂 我查了好久 這個是針對高齡化產業耶 這跟運動產業有什麼關係 所長你可以回答我嗎 為什麼我問你們說 按照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應該要設立研究院 運動產業研究院的 你們回答我這三個理由 瞎 真的很瞎 你回答我好不好 我想第三個部分喔 確實我們應該做一個檢討 但是也特別要跟委員說明 這個就是說我們當時在人事行政總處 好啦 你不要再回答我這個理由了 你們根本不具體力爭嘛 你們這樣是廢死職務耶 107年各界運動界充滿期待 訂了一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過了快五年 不是只有第七條 我再問一下 大家剛才非常關心 我們增加的預算要做什麼 署長 我們增加預算要做什麼 你們有沒有照顧過 GEO運動的選手 剛才無事要委員問 好幾位委員也問 我們最前質詢的柯委員也問 你們的第九條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的第九條 主管機關對運動事業或營利事業 聘用GEO運動選手從事 有助運動推展或提供運動相關服務等事項 其薪資支出金額30%限度內 得專案編列預算補助之 每人累計補助期間以五年為限 請問署長 第九條我們做了嗎 我們做得很少 這個確實是 做得很少 為什麼做得很少 錢增加那麼多 你們做得很少 你們是廢池職務 我們應該要檢討 應該要檢討 所以我們增加了第七條 讓你們有一個運動產業研究院 這麼專業的團體 來推動運動產業的發展 結果你們說人事總處說精簡 所以就不設了 我想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那你們剛才怎麼會跟我們講 運動產業的條例 好啊10%給我們啊 你們不是說3億不要來 我們業務太多了 因為這個部分真的是 會增加相關的人事經費 還有這個 他可能對這個 我們目前的 我們現在不斷的 要增加運動的預算 我認為這幾年來太奇怪了 我們的運動預算 體育運算真的佔 政府的總預算真的是蠻少的 你們說的0.3 0.4而已 那事實上 從50幾億到90幾億 其實有一定的政府 可是我們卻從體育委員會 變成體育署 然後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通過快五年了 要讓你們集中資源 能夠跨部會成立 一個有推動運動產業條例 給你法源 跟你說去成立這個 你又說不必成立了 然後我只是舉其中的一條喔 一共33條裡面 第九條 對運動肌肉選手 你可以編列他的薪資 讓他到其他的相關的產業去服務 你們也說做得很少 有做嗎 我覺得是沒有做啦 相關的辦法在哪裡呢 有訂嗎 這裡面有訂嗎 有訂你送到委員會來給我們看 花了多少錢 做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預算 我們真的不希望看到 我們爭取到的這個預算 向這個條例修正 增加了三億 三億很多單位都需要 可是 我們 訂了一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卻發生了 像一大犀牛 再沒台沒錢 還沒遷徒案 還沒這個 其他大環境經營不好的狀況下 唯一的職業運動項目 突然要轉賣 這個 我們到底 現在體育署 要扮演什麼角色 甚至 我們看到 剛才 吳智陽委員問了 小英政府非常重視體育 我們要成立一個 還要成立一個 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署長 如果按照你們過去這樣的一個行政 體育行政態度 你說要檢討 再成立這個我覺得有用嗎 他會幫我們指出可能更多在運動發展上的盲點 還有整個在我們整個政策推動上 可能會給我們很多正向的建議 我告訴你 署長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在快五年前 就告訴你們很多盲點 很多需要 應該要成立 應該要定執法 給你們母法 要定法規 你們沒有定 或者定了做很少 或者要給你們定 別人反對我們就不定了 你們在自我矮化你們的單位耶 我們現在今天這麼多委員這麼關心 一片贊成聲 要讓你們增加預算 好好發展體育運動 結果你們過去幾年 讓我感覺態度是非常非常的心寒 所以要加油啊 體育選手 這麼多我們預算增加 未來要倍增 好好運用 相關的法令 好好推 好好做 好不好 好 會努力 好 謝謝張廖委員 接下來請何欣純委員 諮詢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首先先謝謝主席 願意跟我跳彎時間 謝謝 那我們先 我請署長 直接請和署長 請署長 請署長 今天我們在修這個運財條例喔 事實上我是蠻贊成的喔 我當然知道財政部一定是有意見喔 但是財政部的意見喔 我想喔 沒有道理喔 我去翻了一下104年喔 我去翻了一下104年喔 我們這個 並採得一個盈餘的分配喔 104年喔 有28.5億元喔 那結果其中呢 這個分配的機關有 體育署是25.7億就是90% 衛福部呢 1.28億 4.5% 健保署有1427萬8 是佔0.5% 那各縣市政府地方政府呢 又佔了0.5% 1.42億喔 那我翻了一下預算書喔 我不知道說 當我們的這個運動裁券條例喔 的中指在振興體育 並籌資以發掘培訓跟照顧運動人才 健全運動財券發行管理 及盈餘並用喔 結果我們 現行的條文裡面是有10% 是留給財政部跟 衛福部健保署各地方政府去分配喔 那這個分配的一個 細目跟執行的狀況不明 我希望喔 財政部今天也在這裡喔 衛福部也有人在這裡喔 那個委員會之後 把你們喔 這歷年來你們這個10%的一個 細目的分配是怎麼樣分配 跟執行給我們本委會的委員喔 因為我們在呢 這個整個運財條例的一個中指裡面 到底這百分之剩下這10%啊 給財政部衛福部健保署 到底是不是能夠符合運財條例的一個中指 第一個 誰來監督看不到 第二個 預算書在稅入 各單位的稅入裡面呢 我也看不到 喔 所以這個部分 我請相關單位要補資料給我 所以署長 您剛剛次長在報告的時候 一開始你們也贊成今天的修法對不對 是 那但是 好 既然你們贊成修法 以後要修了之後呢 全數要回歸我們運財基金來運用 可是呢 剛剛又聽到好多委員耶 都在對你運財基金的運用啊 非常 非常覺得有問題耶 疑慮很多耶 這個部分 需要再檢討 再檢討 你不能每次從上一屆 每個會期只要談到運財基金的運用 你就跟我們講要檢討要檢討 檢討到後來就不了了之啊 這個就是讓大家覺得那 體育署到底在幹什麼啊 這一筆錢說多不多啊 說少不少 那既然是要來扶持運動 人才 要培育 而且要輔導未來他們的轉型跟就業 包括張廖委員剛剛講的 明明我們運財條例裡面有的法條 法員都給予你們 全獻全力去成立 產業的研究院 或者是去讓我們肌肉的運動 國手運動好手 能夠呢 在輔導他 轉業到營利的事業裡面 我們政府是可以獎勵的 而這個部分 你剛剛回答說做的很少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做的多少 基本上我們的 研究院沒有成立啦 那這一個 來這一個所謂的基優的運動好手 我們輔導他到營利事業單位去就業的 有幾個例子 這幾年我們是補助他的薪資 好沒關係 大概 輔導就業的部分 整體的部分有兩三百個 輔導就業 輔導就業兩三百個 數字 數字等一下補給我們 兩三百個總共預算是多少 可能我還要再指的確實 署長你也沒有完全沒有掌握嘛 那這一項補助的經費 又佔了我們運財基金的多少比例 我想是少之又少 我們的大概整個預算的這個編列 都比較偏重在培訓 尤其競技體育的部分 競技體育的好手的培訓 國手的培訓 當然我們支持 但是我們 談了很久 我們各單項運動的 國手培養出來之後 除了為國爭光去拼國家的獎金 拼世界的名次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是 當他們退役下來 或者是未來人生的生涯規劃 我們政府可以怎麼幫忙他們啊 是不是 你剛剛跟我回答說兩三百個 這個薪資補助 你也說得不清不楚 這個經費的預算 到底佔多少的比例 是少之又少 我希望你們提供 等一下會後再提供我們一個細目資料 是 接下來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有所質疑 是在於說 到底我們 體育署 對於所謂的發展 體育的產業 不管是 體育服務產業 或是體育的培訓產業 等等 我們到底 有沒有辦法掌握到 現在台灣 發展的現況 我先問署長 我們現在所謂的 除了運動中心啊 我們自己政府去的 國民運動中心 別說啦 其他蘇聯的啦 運動服務產業 運動訓練業 運動表演業 還有比賽業等等 大概有多少家 總共差不多 包括一些產業合起來的話 差不多一萬家左右 署長 所以要跟你講嘛 我們從經濟部 調出來的資料啊 跟你回答 掌握的資料啊 是有出入的啊 以經濟部的產業來講啊 經濟部所登記的 高爾夫球場業 三百多家 競技跟休閒運動場館 三千六百多家 運動訓練業 一千四百多家 運動表演業 九百多家 運動比賽業 一百多家 總共加起來 差不多六千四至六千五 詳細的數字 我可以給你 而我現在就要問你囉 剛剛張立委員問你說 既然法院裡面 有富雲尼體育署 教育部體育署 該去成立 運動產業的研究院 重點在哪裡 就是希望你們從體育署的一個 主管單位的一個立場 尤其你們在培育運動好手 你們在輔導運動好手 能夠未來能夠順利的轉業成功 甚至進一步的來發展 健全台灣的運動服務產業 可是相關實際上的一個細節 你們並不清楚 你們的掌握 不好意思 你們也是跟我說去經濟部 公司登記那邊 你們才能夠知道 可是經濟部跟你 教育部體育署 你們所管轄的業務的一個內容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你還富有要去扶植 運動產業的健全發展的一個 重責大任啊 結果你連實際上台灣現行的產業發展 連民營的這些事業體 這些公司數 你們所掌握的又跟經濟部不一樣 這第一個 我希望你們跟經濟部趕快跨部會來檢討 第二個 講到運動產業 前不久大家都知道 有運動中心倒閉 我們的消費者求償無門 第二個 我們的瑜伽世界 倒閉 結果發現是補習班登記 這零零種種已經發生了好幾次 所謂的運動產業的一個相關的事件 傷及了我們消費者的權益 體育署的做法又在哪裡 體育署對這個整個運動健身產業 運動的服務產業 你們的規範到底在哪裡 署長有嗎 我們基本上就是和 有依照行政院消保會的相關規定 針對這些運動服務業 有訂定相關的他們消費 所以署長你是事情發生了 你就跟消保會一起來說要解決 好吧這個事情解決了之後 未來到底我們教育部體育署 有沒有積極主動的去訂定相關的規範 相關的規範包括 我們的這些運動的一個健身產業 規模大小應該有怎麼樣的一個規範的一個 不同比例的要求 還有我們對這些運動場所的安全 雖然要符合建築法規 但是我們教育部體育署對這些健身場所裡面的 運動安全 運動是你們專業啊 你們要去訂出一套規範啊 還有所有的運動的健身事業體裡面 所有的運動的健身教練 所謂的教練的資格 你們又該如何規範啊 那健身器材的一個安全性 健身教練的還不需要 要搭配所謂的運動防護員的設置 這等等 比育署有規範嗎 對私人的民營這些健身業者 有一些定型化契約的規範 就只有定型化契約而已嘛 然後對於這些 所以你們對於所謂的管理 所謂的一個要求 完全沒有一個辦法嘛 那你我跟你講啦 我又去查過經濟部啊 30人以下的地方政府官啊 30人以下的地方政府官啊 結果從中央到地方你 教育部體育署都沒有一個 辦法 來讓中央的相關單位 或地方的相關單位可以去 不管是機查 或者是要求 或是健全這大大小小的健身服務場所 跟業者 這樣對嗎 署長這樣對嗎 我想整體性的部分 我們會先從整個國體法 先有定一個法源 然後針對這些法源 給我們授權相關的法規 針對各項的這個 應該注意事項 那所以署長你賭職嘛 我們有 我們已經發生過那麼多次的 所謂的健身業者 倒閉的事件 或者是經營不善 或者是與消費者的一些 權益受損的糾紛 這個不是只有消保官消保會的問題 這個還有你的主管單位 你應該有責任啊 去健全嘛 你的運財的基金 有一個部分就應該編列去做這樣子的一件事啊 健全台灣的運動服務產業 不是嗎 啊什麼都不做 署長 我們可以更強化這個部分 你根本就都不做啊 一直到現在都沒做啊 每次問你都說我們需要再檢討 我們再更強化 那我期待下一次我看得到你編列相關的運算 我期待下一次我問你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我 我已經有一個規範存在 我期待看到你 下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我 你對整個台灣的運動健身 相關的服務產業 你是有策略性的一個指導跟目標 你希望能夠好好的健全我們相關的產業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守護我們全國國人的健康 可以嗎 可以 下一次盡快謝謝 好謝謝何委員 好接下來請徐國勇委員諮詢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們請一下次長 好請次長 委員好 次長 是 體育是國家很重要的事 當看到選手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的國民一定是不分藍綠 沒有什麼政治意識 一直為我們的體育選手加油 所以它是凝聚我們國家團結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它的產業非常的大 尤其在美國看到那些職棒 美國的職棒 美國的直籃 我們看到了 不過在這裡我想先請教你 看起來也許無關啦 不過我請教你 我以前在小學教書的時候 曾經有督學啊 或者是什麼教育局的什麼科長 要來學校市場 都沒有在上課 校長說 快點喔老師來去拔桌拔椅啊 好 我要拆桌拆桌拆桌 清潔桌的環寧都學來到 我當時拒絕 你知道我為什麼拒絕嗎 不知道 影響教學 當然嘛 學生不用上課在環寧都學 打個派啊 是 我當時都跟校長吵起來 所以我要問你說 我們的行政 是要配合教學 還是教學配合行政 我問你這句話 跟委員報告 行政應該服務教學 應該齁 服務教學 我要先問你這句話 你告訴我 應該要服務 我們是應該以選手為主 還是你們行政人員比較大 應該是要協助體育選手 應該是這樣嗎 服務他們 好 我聽說你們這一次有改進 到里約奧運的時候 我們的選手 聽說可以做商務艙 是 是 這是我們署長 我們何署長覺得說 這一次因為 路途遙遠 路途遙遠 你們行政人員會不會做偷等艙 因為路途遙遠的話 因為路途遙遠 我們行政人員比較大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做偷等艙 他們做商務艙算對你們不錯 其他沒有 會不會 都是經濟艙 都是經濟艙喔 這樣差不多啦 他們才是主角 是 錢要審 國家 在缺錢的時候 你們才勝的 你們不是去比賽 對 我再問一句話 教練呢 總教練呢 他們做什麼 原來是因為沒有經費啦 所以後來 可是後來我們討論的結果 那 也要給他們商務艙了嗎 應該是 全數 全數喔 是 都有 都有 他們是 經費 他們是選手的一部分 是 你如果讓這些教練 總教練去做經濟艙 是 我跟委員報告喔 我就知道說 因為一開始 你們是要把教練 給他們做經濟艙 要注重選手 就要把選手整個團隊 要把它顧好 是 我們會 可是因為現在機票上面 機位方面的 你瞧嘛 我們會盡量努力 要想辦法 我們會努力 是 人家別的國家做得到 我們做不到嗎 我就不相信 我們還有自己的航空公司 也跟人家配合 雖然現在罷工 罷工會停 對不對 這是我一開始的期許 是 因為我所聽到的是 那些教練總教練 是沒有商務艙可以做的 所以這些人員優先 其他行政人員 做經濟艙可以的 經濟艙如果運氣好 碰到 沒有很擁擠的話 講個實在話 如果運氣好的話 還有一個人可以躺三個位置 也不輸 也不輸商務艙 應該 比較難一點 大家要去看比賽 現在一位籃球 我希望說 你們要行政配合 體育選手 以我們的選手為主 他在為國家爭光 這第一個 我要提出來 讓大家瞭解 那另外一個 跟體育無關 但是我也要問一下 是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PowerPoint 這個是多多益善的多益 每年 考的人越來越多 2014年34萬 多人在考脫益 再看下一張 好 越來越多 大家看 全民英檢一直往上跑 我們再看 我在講這個 重點來了 我們現在每一個大學都說 英檢沒有及格不能畢業 所以呢 我們的大學生 每一個人都在考英檢 有的運氣 一緊張那一天拉肚子 結果呢 沒過 好 沒過繼續考 所以我要請問你說 大學生 四年平均要給業者多少錢 你們有沒有統計 我這邊有三個答案給你才 五億 七億 十億 五億 五億 要一個 不知道 沒有這份資料 好 meillä這份資料 好我們看下一頁 大家看一看 所以啊 其實三個答案都不對 都太少了 正確答案是12億 這一筆錢多可怕 好再看 因為他們的體顧都差不多啦 所以不必要什麼成本啦 最後只有監考的成本 很好賺的啦 我們賺的啦 好 再看 46%是大學生在考 然後我們現在大學就光明正大 現在多億啊什麼都進到校園 我們的學校 各大學變成代辦中心 我在懷疑我們學校有沒有從學生交的費用裡面抽頭啊 不然為什麼憑什麼學校要提供場所 讓你們好好的來 大家來考 學校有抽頭嗎 你們有去了解啊 好 再來 再看 那現在有人啊 運氣壞 因為我就是喜歡日語 我就不喜歡英語 不行嗎 我喜歡德語 不喜歡英語 不行嗎 不好意思 英語叫做基本的第一外國語 所以呢 那你的第二外國語我不管你 啊 第一外國語偏偏讀不好 人家那個第一其實是第二 他把第二變第一 好 一看 繼續考 繼續收費 然後呢 再考不過 還有一招 我就辦英語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呢 不算學分 但是要交學分費 冒險 學校不給人家學分 還收人家學分費 收費的呢 不是叫你說 那上完課你再去考脫育 不是 上完課就脫育不必考啦 就等同於你脫育 及格了 再看 沒有老師啊 後面不是還有一張嗎 好 我要問的是 英文能力等於國際觀嗎 當然了 大家英文都還不錯啦 但是英文真的跟國際觀 有絕對關係嗎 馬英九英文最好 你敢說 蔣經國英文不好 他沒有國際觀嗎 所以我要問的 我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 我贊成學校要好好的 甚至英語教學什麼都要開這種課 好好的把我們學生的語文能力提升 但是 當我們看到這一些 如果每年一直往上升 30幾萬 40萬的學生在交這些錢 一交一年12億 把12億收一收 教育部自己辦不行嗎 學校自己辦不行嗎 教育部都有能力辦聯考 各種學測都有能力辦了 這個沒能力辦嗎 何況他的題目幾乎都是固定的 每年就是那些東西 只要多幾個監考老師就好啦 其他都是一樣 這個沒那麼好談的啦 我們如果要學測 還要到處去找老師 還要出題 每年題目還要不一樣 還要入圍 還要進到圍場裡面 因為題目不能卸出去 所有的拖曳題目都是卸出去的 題目 我夠好談 所以我今天 特別把這一段提出來讓你了解 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教育部有太多的資源可以去應用 這一部分 市長 你的看法呢 你應該當過老師嘛 對不對 是 你有沒有在大學裡面 是 有嘛 有 那所以我請教你啊 這個怎麼辦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學校這樣做好嗎 跟委員報告 那之所以都強調英文 是因為英文是 現在可以說是最基礎的國際語言 所以各校的話大概都是強調就是說 學生你至少英語的能力應該要到某一個程度 那我們現在也希望學校 你不要只強調某一種 某一種的測驗 譬如說托福 您剛剛提到的多益 甚至英國的雅思 或者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全民英檢 大專英檢 雅思跟托福考試也太貴了 對 如果他只是要一個基本能力 是 他也不是要到美國留學啊 對啊 所以那個全民英檢 雅思是要到英國留學 托福是要到美國留學說一定要 我又不去那個留學 我到日本留學 我到德國留學 英文有那麼重要嗎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你們有沒有正視過這種問題 當學生在哀嚎說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教育部到底做了什麼 現在 這個趨勢在往下延伸欸 因為沒辦法 今年十二年 所以接下來呢 高中高中 現在高中高三的 開始在那邊多益什麼 有沒有 我相信大家都有 有孩子的 因為現在要加強聽力 對啊 要加強聽力 因為要考試 一滴都一滴都一滴 太好談欸 教育部為什麼不自己賺 教育部沒有能力賺嗎 思考一下 是 那最後還是一句話 好好的把體育做好 我很遺憾 我們的體育降為體育署 我相當的遺憾 體育是團結國家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你們要以選手為主 尤其在國際比賽裡面 我再次強調 給選手好一點的待遇 吃好一點 行政員員吃得壞的沒關係 沒差到倒了 假如經費不夠的話 經費夠當然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許委員 好 接下來請蔣乃馨委員諮詢 主席有請次長 好 請次長 OK 維瑩 oy 我想有關百分之十的部分 然後把全部從衛服部那邊拿回來 全部摆在运彩基金 运动的运彩基金里面 我想基本上站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的 委员的立场上 应该是多个支持 至少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谢谢委员 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 钱拿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去花 运彩当时条例的时候 最重要的第一项 我想我们在 可以说是不敢讲第一 至少名列前茅的项目 应该蛮多的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项哪一项运动 对不对 不管是市运也好 亚运也好 就这么多运动项目 我们一项 名列前茅的都没有 我们相当多了 对不对 很多可是没有第一的 没有哪一项运动是 但是在比赛来讲 我们永运是 像我们棒球 相当多了 举重啊 对不对 还是什么 我们可以领先的吗 当其他国家一讲 讲到这个 那一定是台湾 有没有这样的运动 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 运彩基金 我们要去争取 可是我们要把钱 花在刀口上 我们要真正地把人才 培育出来 我们真的要把体育 振兴起来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运彩来讲 我请问一下次长 我们现在运彩里面 投注的 一般的民众 投注的来讲 前三项运动是哪三项 应该是棒球 棒球 篮球 还有足球 这三项就占了97%以上 甚至104年 这三项就占99.5% 为什么只有这三项 其他的呢 运彩 不是 篮球我们是强项吗 足球我们是强项吗 棒球我们是世界前面几个吗 都没有嘛 对不对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投注的 是投注给国内的运动产业 还是投注给国外的运动 是这样 这些投注的是国外占百分比多少 国内的占百分比多少 应该是国内的比较多 国外当然也有 也有 可是像赛马 其实都比较少 我要求这数字到现在没有给我 像譬如棒球 是投注在国外的棒球队的比赛多 还是投注在国内的棒球比赛多 篮球是投注在国外的篮球比赛多 还是投注在国内的篮球比赛多 是哪一个 绝对是国外嘛 国外 那个美国大联盟跟NBA的 是比例还算蛮高的 你想想看 市长从今年1月到5月 投注在篮球的有多少 有78亿 国内在1到5月有7场比赛 可以投注的 所以显现出这78亿里面 几乎大部分是NBA的嘛 所以它占了百分之五十几嘛 棒球占了百分之二十几嘛 三十几亿嘛 为什么棒球只占百分之三十几 照正常来讲 往年都是棒球领先于篮球嘛 那是因为 美国的大联盟才刚开始啊 四月份才开始啊 对不对 篮球是尾巴了 打到这个冠军赛了 这要配合他们的球技啊 所以从这上面看 民众的投注 都是投注在国外的比赛 而不是投注在国内的比赛 那民众既然会投注在国外的比赛 不投注国内的比赛 就表示我们的水平 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嘛 这就是我们运产基金 我们到底要再做什么 足球 足球 台湾有足球 有足球比赛吗 为什么足球可以不差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对不对 上半年也讲投注了二十几亿 都是国外的嘛 对啊 那我们运产来讲 那我们运产来讲都是鼓励大家去投注在国外的赛事 国内的赛事无人闻君耶 所以 所以 智长 我们对于运动政策在哪里 我们的运动政策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提升国内赛事 然后让民众能够关心 愿意看愿意投注 我们要培养多少人才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 我们培养的人才在哪里 我们培养的人才在哪里 所以教育部来讲 未来这几年 我们体育政策是什么 有没有在规划 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 是 有没有在规划吗 有有 规划出来了吗 白白 我们过去有公布白皮书 有体育政策的白皮书吗 是白皮书 是从哪一年 哪一年所提出来的白皮书 102年的 未来十年的一个运动 体育运动发展的白皮书 102年规划未来十年 现在是105年了 是 对不对 已经过了三年了 要不要检讨 要不要修正 一定要嘛 对不对 那教育部来讲 针对 这个体育政策的白皮书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修正完成 依照目前的现实状况 因为过去来讲 绩效不够啊 是 没有绩效啊 是 我就问教育部 请教育部给我 每年的运彩基金的绩效 是 我看了以后 我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只是 每年的文字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把数字填一下 新的更新一下 这就是 我们的KPI吗 这是我们的绩效吗 我不晓得次长你看过没有 我相信你一定没看过 所以教育部要看一下 是 如果只是每年把数字更新一下 其他的文字都不动 一个字都不改变 那我们的体育会好吗 我们会振兴吗 不会嘛 所以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嘛 我们运彩基金到现在 累计剩余还剩下多少 112亿 对啊 是 一年花了20亿 预算大概差不多20亿左右 然后现在还剩余100多亿 你现在从现在开始 一毛都不要收入 你光用这个累计剩余 你还要够花六年 为什么有钱不花呢 为什么不能把这钱拿来 好好的培育人才呢 我们现在好多的基层运动站 现在都开始在收了 基层运动站 是最基层摆在小学里面的运动站 培养 从小开始培养运动人才 可是为什么现在都开始 陆续陆续在收呢 所以我们的 为什么我说教育部 你的体育政策在哪里 如果很多只是一些培养的人才 只是放眼在国内的一些比赛的 大学大专运动会的比赛 拿到各项拿到奖牌 如果是只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体育会提升吗 不可能的是嘛 现在很多体育保送的学生 到了学校去 有老师跟我讲 整个学期看不到人 只有到期末考再来 结果教授也不能把他当掉 学校说不可以当 因为这些人可以帮我们 学校拿奖牌 所以我们体育人才 体育的保送的学生 到大学只是拿奖牌而已啊 变成一个拿奖牌的工具 他的知识呢 他的学士的学习在哪里 没有啊 所以职棒那个时候 遷读 就说因为他们没有学士 没有明辨是非的功能 所以才会去跟人家去遷读 那事情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现在体育的保送学生 还是这样子 只是参加每年的体育赛事而已 课业不要去上 然后老师也不能给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培育出怎么样的人才呢 这种体育人才也不会长久嘛 对不对 所以市长 振兴体育 培育人才 把这10%的福利转到运产 我们绝对赞成 可是教育部要把钱好好的用 花在刀口用 哪里有现在还有一百多亿的钱 摆在那边 然后再去争取这两亿的钱 那会给人家笑话呀 对不对 那人家说你还有一百多亿不用 你还要每年还要增加我两亿多啊 我们要把钱该用的我们再用嘛 好不好 那什么时候可以把体育政策修好 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白皮书的话 是每年滚动修正啦 那您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会写得更具体一点 再跟委员报告 好 我希望你尽快把体育政策修一下 是 是 是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江委员 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咨询 主席 麻烦请我们国库署还有卫福部的代表 好 国库署卫福部 你们好 好 我想不论是什么形式的裁券 其实它都还是有所谓的博弈的成分存在 所以 呃 为什么当时我们政府 是由我们政府来发行裁券 那因为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会希望是透过公益裁券一方面 可以来为弱势者创造工作的机会 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将盈余 投入于社会福利事务 也让购买裁券的行为 赋予正面的一个意义 我想说这是当时我们政府在发行公益裁券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想请问两位 你们知道那个运动裁券是在哪一年发行的吗 那个运动裁券 那时候运踩条例还没有公布实行 所以是先在透过公益裁券的 就是今天要修正这个条文 然后去指定运踩的发行机构 所以在97年就已经发行运动裁券 对 对 好 谢谢 确实就是我们的运动彩券 其实是97年的5月就发行 可是我们的运彩的这个条例 其实是98年才通过 所以原则上当时的发行 它的依据是用公益彩券发行条例 所以它是把运动彩券 视为公益彩券里面的一个 特种彩券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第一来看的话 运动彩券应该要跟公益彩券一样 应该是具备一样的价值 就是要帮助弱势 并且要将盈余放在社会福利的用途 那我不知道说两位有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我是卫生福利部的代表 当初的确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部分的钱 就是运彩发行了之后 有一部分的钱还是给做社会福利 是因为我们想募集社会的资源 来寄助国家体育的发展 可是也是为了避免 冲击我们公益彩语的一个买气 那造成我们整个公益彩语的减少 所以我们希望兼顾第一运动的发展 跟社会福利的财源的筹措之下 来推办运彩 好 谢谢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 虽然现在运动彩券跟公益彩券 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可是其实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彩券 发行彩券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价值 其实要协助跟关怀弱势 这应该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这边也知道说 我们根据统计 在104年度运财的盈彩 有1400万是注入健保 然后有1亿2000万是拨入国民年金 另外有1亿4000万 是用在地方政府的福利措施 那当然啦 这样子加起来大概2亿多的钱 其实在总体的福利支出来看 它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啦 一部分 可是对一般人 还是对社福团体 其实这些钱确实都还是 一笔非常庞大的一笔金额 那对弱势来讲 其实是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不知道我们卫福部 是不是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是的 我们非常的希望 能有这一笔金额来寄助我们的 不管国保健保 或地方政府的社福的推展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那个投入的三大项 第一个就是健保 我们健保其实 现在的财务状况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危机 那我不知道说 健保下的情形怎样 那这一笔钱 对我们健保来讲 为什么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笔钱 能不能请你们说明 主要是健保 是彩谁收谁付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虽然我们自从二代健保之后 有一个补充保费的收入 可是每一次的 不管是公彩盈余 或者是运彩盈余 就直接拨入我们的安全准备里面 那每一年五六千亿的支出 其实我们认为这笔钱 是很重要的 虽然它占的部分不大 可是因为它 正关我们国人的一个健康的照顾 那国民年金现在 好像也是短缺的金额 超过了380亿了 对不对 国民年金其实用在 不管工财或运财 都是我们中央应负担国民年金 款项的第一顺位裁员 以103年度来说 我们其实是不足50亿的 那104年不足92亿 所以虽然它运财额度不多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处于不足的状态 比较不像运财基金 现在还有100多亿的盈余 我们是真的当年度 就是成价不高 谢谢说明 因为我知道说从头 刚刚所有的委员 都没有请你们来说明 所以我会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 威福部这边 应该要把我们真正的一个需要 需求能够跟各位委员说 能够做更多的一个说明 然后争取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预算 虽然看起来占的比例不高 可是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笔钱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 有一笔钱 它其实是拨到地方政府去 那其实我看它的资料 其实也都用在儿少 用在妇女 用在长照 用在这些很重要 很基础的一个社会福利 那今天很可惜 也没有县市政府的一个代表 所以其实如果说 我们真的修法通过了 把这两亿多拿走的话 我不知道是我们卫福部这边 有因应的方法吗 你们现在会想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补 这个两亿多的缺口吗 跟委员报告 当然要照顾民众的钱 就是不能少的 如果少了这笔 我们只好又回头 跟行政院去争取 看看有没有公务预算这样子 公务预算 好 谢谢 那今天 好 谢谢你们的说明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们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 教育部的次长 谢谢 好 次长好 基本上 当然我认同国家体育事业 是同等重要的 然后可是这些年来 常常听到很多的选手 或是队伍 他们没有钱出国比赛 然后需要透过媒体来跟社会募款 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所以本期是很赞同 是发行彩券 银语分配上面有九成 其实是用在整个运动的一个发展 这个部分我是深表同意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 有这笔经费 我们在2014年 仁川亚运的运动会 争取到十金的佳击了 那今年的礼乐奥运 可能在举重跆拳道跟射箭 也有可能得到夺金 那不知道次长对于这次的预期 夺金目标有没有信心 跟委员报告 我们非常有信心 好 谢谢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运动采建的盈余 其实它是越来越高的 在102年是有19亿 在103年有24亿 在104年有28亿 可是其实刚刚前面的委员 也都在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基金还有钱不用 好 第二个就是用在什么地方 用的对不对的一个问题 对 那再来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小英总统 有很多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政策 我们要怎么去配合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目前在运财 运财这个会云语的一个基金使用的 大家提出来一个疑问 就是说好像目前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绩效成效 并不是那么的好 那不知道次长你怎么看法 跟委员报告 在基金的这个运用 能不能更加灵活的这一部分 那我想牵涉到法令的问题 这个我们会积极地来寻求一些 可以解决的地方 那至于说在 刚刚很多委员指教 就是我们有一些项目 包括对于这些顶尖选手 他退役之后的照顾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过去 因为经费的关系 我们对这个运动产业的 这些相关企业的补助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确实是做得比较少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也是未来 我们很希望能够运用这一笔的经费 我们能够多加益助这一部分 谢谢次长 我们回到最根本 其实在这个条例里面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政府应该由预算变列的体育经费 它就不应该用盈余来负担 对不对 那其实我在这边我看到 我们在波入的运动发展基金里面 有几个项目 例如说第一个 在非亚奥运及基层运动人才培育计划里面 这是一般的服务费 其实就有超过一亿元 那很多的一个项目 是用在国民体能检测 产业辅导或是体育知识的一个推广 那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 也有一笔三亿多千万的一个支出 另外就是 对不起 另外还有一笔三亿多千万的支出 它是用在办理国内的大型运动会 还有辅导县市政府的体育政策 那其实这个都是定期的 应该要做的一个活 应该要举办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会觉得说 它应该是用公益预算来编列 而不是应该用这个基金来支出 所以我想说 这个支出的一个使用 确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的基金使用的效率 以及那个的 使用的项目跟效率 大家还有疑虑的情况之下 你多的两亿多 我不知道说市长你有什么想法 你两亿多你要做什么 我想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确实 我们过去在运动方面 有一些刚刚委员所提到的那个数据的话 确实可能是有物质 因为像非亚澳的项目 这些的话 应该不会用到3亿7千万这么高 那所以可能是有一部分 这个我们要回去我们再检讨 那这一部分 多出来的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也跟好多委员 我们也做一个报告 就是包括用在 我们照顾选手的这一部分 包括我们鼓励选手能够 他的职业的一个辅导的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还有我们在明年 我们各个的高中体育班 我们要来为他们设置运动防护员 还有我们要征聘300位的 这个专任运动教练 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做的 谢谢 谢谢 我会希望我们看到教育部 它是一个更完整的 更整体的一个规划 因为你刚刚讲那些项目 都是刚刚委员提供的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 那也希望说教育部能够再 往一个更整体的一个政策 规划的方向去努力 谢谢 好 谢谢李立芬委员的咨询 我们下一位请搞路以用委员 搞路以用委员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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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下来请黄国书黄 交委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有请次长 署长 好 请次长 还有何署长 谢谢 今天这个案子当然最主要是 希望把运动采券的整个 英语的基本的精神 用到体育来 基本上我们来看了 公益采券的英语 有多少呢 一年335亿 运动采券的英语 今年是28.56亿 再不到30亿 这一个运动采券的条例 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前身就是在公益采券的条例里头 它的法源是从这边来的 那个时候它还没有自己有一个运动采券的条例 所以它那个时候必须要提供10% 不需要再向它的宗祖国缴税了吧 对不对 不需要了吧 精神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从法律制定的基本精神层面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再来 我们公益采券的英语 335亿 它少个2亿多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如果运动采券这边 如果一年可以多个3亿 那不得了啦 对体育发展一年多个3亿不得了 那你公益采券这边一年多个3亿 杯水车薪啦 坦白讲 那我再用一个角度来看 我也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可能一些业业务有一些需要 像林立芬委员刚刚讲的非常好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些预算用在耳少 用在公益采券盈余要处理的一些业务 但是那个本来就是 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它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个职责 去做那些事情 不应该动到运动采券盈余的头上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整个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可以回到运动的专业上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 这个法律案修正通过以后 会影响到它既有的这些业务 既有的这些业务 衛福部你们要有一些因应的做法 那衛福部跟产生部 你们可不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 衛福部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修正案过了 那你们原来的这些业务 你们就不做了吗 各位报告 其实不管像国保呢 国保它法明定说工采盈余或印采盈余 就是我们的第一顺位裁员 它本来就是不够一年有300多亿的需求 那的确每一年进来工采盈余加运采盈余 不过100出头亿 就是不够 那不够的话 那我要特别提醒你 我们的运动采盈余设立的基本的 它的宗旨 它在第一条里头 它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它就是为了要振兴体育 它就是为了要振兴体育 它基本设立的宗旨 跟工艺采盈的基本的精神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希望 衛福部要好好的去因应 好不好 在这里跟你做建议 好不好 好谢谢衛福部跟财政部 好 我想请问一下体育署 今天我当然希望这个休战可以过 那过了以后 当然你们的运采盈余就会增加了 那运采盈余增加以后 它就会回到运发基金里头去 好 有几个一些问题 可能要你们要来处理 你知道今天是宗旨的选秀 今天宗旨 是 今年报名的选秀73人 那一连集团 表示要抛售一大犀牛队 请问这个事情 宗旨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 那我们体育署有什么作为呢 当然我们就整个的职棒的环境 要怎样去改善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强化的 我们这个就必须处理 好 你们要去解决这些球员 他们的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帮他们协助有更好的劳动条件 你现在 现在来选秀 那如果选秀 选的是到 一大犀牛队呢 那 这个球队 不晓得什么时候 要换东家了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恐惧 可能有一些恐慌 所以 我认为 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在发展职业棒球 它是一个产业 但是我们对于健全国内职棒球员的 就业环境 跟保障球员的劳动权益 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协助职棒公会 健全职棒 退役球员的退役的照顾 我希望 我们在增加了 这个运彩盈雨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全面的来照顾 这些退役球员 他们在退役的以后 他们的未来 那么我也希望可以建立 退役球员转职训练 以及棒球退役人才的 媒合的平台 这个都体育署要做的 好不好 这个业务我希望体育署 快点把它承担起来 我们会和劳委会 包括你底下说的 退役球员转职训练 我们怎么去协助 我们本来就希望有 所有的 不是只有针对职棒 不只职棒 所有的选手都应该要 那我们的运彩的盈雨 其实要很大的部分 其实又就要来做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你们可以 有一些规划 再来 每隔一段时间 像今年 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 小选手 都因为经费的问题 没有办法出国比赛 今年比较有名的是 南投高中的拔河队 要去参加世界的拔河大赛 竟然没有钱 我们体育署也没有预算 可以帮忙他们 因为在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运发基金 要补助出国比赛 只能是全国性的体育团体 所以希望这一个不合理的规定 看能不能你们去检讨 我们基本上还是要 订定相关的标准 当然 即使这个经费再增加 其实我们的运动团队 要出国的非常多 非常多 我知道 没有订定相关的标准的话 我们还是 我知道 你们可不 当然是 你们可不可以 不要只限定在全国性的 运动团体 因为目前就是说 只有全国性的运动团体的话 他所要协助的团队 就已经非常的多了 如果再开放这个县市的话 那我们这个会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应付 我们目前的预算是不足的 那你们还有一百亿啊 好吧 这个再来检讨 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在规范上 出国的补助的规范上 可以有一些比较弹性的做法 是 好 再来 好 那我们运发基金 我们的运材的英语 依注到运发基金嘛 那我们的运发基金 都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 我们要好好再来检讨一下 我们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有一些业务啊 根本就是体育署 应该要做的业务 不应该动到 我们的运材言语来 像我举例的这一些啦 你看一下 我们有非常多的 国际交流活动专案计划 类似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应该体育署的 业务预算里头 但是现在就是文化预算的部分 明显的分配给 好 那我再跟你提一个 我觉得你要好好去检讨的 就是运动彩券 他们的经销商的教育训练计划 也动到运材盈语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不合理 这个最多钱 一年我们盈语二十几月而已 你用了一亿三啊 去给彩券的得标的厂商 台湾运动彩券股份有限公司 去办他们的经销商的教育训练计划 这个跟体育无关啦 这个要检讨吧 署长 这个一三这个太夸张啦 这个一定要检讨 这个跟体育无关 这个应该照理讲应该运材公司 他们要 他们要吸收 这个他们的内部成本 怎么可以把它动到 这个你现在就可以答应 这个要来解决吧 是不是可以 要解决 可不可以 这个不要再去支应 这比预算最多 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预算用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拿了我们的钱 他们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他们去补助各县市 各地方政府的体育会 我们的体育会 在我们地方出身的 我们都很清楚 很多的体育会 其实都是各个政治势力在把持的 那是不是真的都用在体育呢 是不是都真的用在刀口呢 我希望这个你们要重新来检讨 补助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做了哪些事情 也希望你们要去检讨了解 这个你们要监督啊 再来 我们运动发展基金的管理委员会 有14个委员 这14个委员 当然有一些专家学者 但是我认为 这里没有运动选手的代表 可惜了 这里完全没有 这个部分也请你们去检讨 所以 我们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来支持这个 条例的修正案 但是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体育署要善用这一些 彩券盈余 一起来努力发展我们必要的体育 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们不要变成补助地方政府 或者是变成各个单向协会的小金库 以上 跟署长建议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黄国书黄昭伟 我们下一位有请钟嘉宾 钟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与会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 记者媒体女日先生 工作伙伴大家午安 那么仍然有请我们次长跟署长 好 请次长署长 请问次长 你本身从不从事运动 我从事马拉松还有羽毛球 不错 不错 有小球的运动 那么你觉得自己在运动的运动迷 运动痴运动狂 你是到哪一级 你对运动的热爱程度 运动迷运动痴跟运动狂 狂 你是运动狂 已经狂 所以你是身体力行各种运动 对不对 很好 那我们的国民体育有希望了 其实我个人不算运动狂 但我也是属于参与运动的那一型 但你知不知道目前大部分的国人 他是一种运动迷 运动迷是什么 所长 你觉得运动迷的定义是什么 所长 基本上他对这一项的运动 是非常的关注 关注 而且他对这一项运动的某些明星 他是会去追求 或者说会跟他有所接触 那请问一下 目前购买运动彩券的是属于哪一种 基本上他还有分类 我觉得你觉得大部分买运动彩券是哪一种 他是喜欢热爱运动 同事运动的 还是像你所说的 对运动有关注 对运动的明星了解 喜欢观赏各种运动转播的 还是什么 还是他对于金钱游戏有兴趣的 我其实没有做分析 不过从我去猜测 我是认为 可能 第一个 他必须对运动专业有所理解 才会去做 所以 你说运动彩券的购买者 是 因为他要知道 他才敢投注 是 谢谢 不过我是这样的 我老实说 我知道大部分买运动彩券的人 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运动迷 他喜欢观赏 或了解这个运动的项目 但他本身不见得参与运动 但是呢 也有很多是耿生的 他只是许多 具有高风险 高收 高 獲利的那种 喜欢这种刺激的人 他在买运动彩券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今天我们在审查运动彩券基金的使用办法 其实呢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国家推展运动 是需要全民投入运动 透过运动获得健康 但是呢 我也希望说呢 他能够投 我们也希望很多运动 职业运动 也能够透过观赏运动的人口 让运动得到社会资源的益助 在这之外 如果你只是纯粹对于金钱游戏有兴趣 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商业的一种游戏的乐趣 回馈给我们真正投入运动 参与运动的人 对不对 很好 所以我们不排斥 但是我们真的要问的 除了运动彩券基金之外 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真正投入运动的选手 因为他有得牌 有成名的机会 所以呢 可以带动更多人 成为真正的运动人口 像我们次长这样 您同不同意 同意啦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接下来就要问次长 那么包括像我们的 目前有一个巴西的奥运 那您知道这些选手 有多少是有可能夺牌的希望吗 您本身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块面 目前为止我们有多少的参赛的种类 跟多少人次 目前 没关系 书长跟他补充一下 好 有52位有16种 目前在哪里训练 左训中心 什么时候要出发去比赛 他分很多题次 很多题次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些选手 单单靠国家在比赛前 给他投资训练 当然还是不够 平常他的训练 就需要有人支持 那么是不是我们国家有一个 叫做推动企业 有多少已经取得企业赞助 其实几乎每一位都有得到企业赞助 每一位都有 几乎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热门的 他得到不用讲企业名称 大概得到多少企业 什么金额程度的赞助 你能不能告诉我 目前夺牌最热门的是哪一位 我们举重的部分 好哪一位 许淑敬 好 目前有得到厂商赞助吗 有 大概赞助的金额规模是多少 至少他每个月都有被三万元的 相关的生活支柱金 每个月三万元 我想听了都快掉眼泪 我们国家级的运动员 他这一辈子搞不好只能参加一次或两次的奥运 那在这样的期间 他是夺牌呼声最高 居然他得到的企业赞助 就是一个月三万元 三万元难道国家拿不出来吗 另外就是说他实际上 如果说这一次地补金牌的话 他会这个我们金牌的比这个总奖金 实际上就是过去是一千两百万 现在是两千万 所以每个月他就可以得到 如果是过去一千两百万 是有每个月七万五的那个我们的奖励金 如果终身领的话 是 那我想问一下次长 你觉得刚刚从署长的答复当中 我们运动彩券是一些未必他热爱运动 但是他喜欢金钱游戏刺激的人 他也回馈了给这个运动项目一些商业的资金 那么真正在商业在投资这些可能得牌希望的运动员 你觉得听到这些运动员 我们国家的企业对于运动员身上的投资 你听到的一个月三万元 夺牌希望最高的有可能地补金牌的 你觉得是够吗 当然如果以三万元来看是不够啦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鼓励更多的企业能够共襄胜举 好那接下来我现在体育署 那么我关于请企业来支持这些运动选手 或未来的运动明星 我们体育署做了多少努力 人家说投资家要撩一百米 你现在让苏靖他一个月三万块 先不讲这个企业厂商多大 你们有多少力气去行销我们这些运动选手 有没有编列预算 我们一年编的经费不多 是差不多六百万 六百万去帮忙这些选手做行销 争取企业赞助对不对 那目前争取到企业赞助 有没有超过六百万 一定有 大概多少 我们今年在整个 对整个企业来赞助在体育运动 我们有可以抵税的相关的整个资讯 平台的资讯所得到的这个金额数 大概一年有七亿到十亿 一年有七亿喔 目前这些选手七亿喔 许淑靖 不一定是赞助选手的 还包括校队的啦 包括这个对相关运动比赛的 那希望体育署把你这样的一个七亿呢 能不能做一个整理 至少送来我们委员会看之前 先给次长看一下 我觉得听到七亿跟三万 我觉得这个分配 到底用到哪些项目下 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因为运彩基金有28亿嘛 对不对 企业赞助目前是七亿嘛 那刚刚我提到的 你们在行销 帮助去企业来赞助 你们花了六百万 争取到了七亿 这个本益比还不错喔 有没有考虑过未来这方面 多加努力 争取更多的企业赞助呢 因为你花六百万就得到七亿 听起来蛮不错的啊 我特别说明喔 因为这个是包含了 各个相关的企业 或者补助各县市 所以你现在怕我这样说 有别人觉得你在灌水吗 他的那个非常的多 量是非常大 我了解 那我简单讲就是 六百万争取到七亿 划算嘛 这当然是很划算 很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刚刚黄委员 我们招委提到 运彩基金28亿多 对不对 有百分之十二 2亿多 8要拿到我们的社福团体 结果呢居然有一亿三 刚刚那个表啊 是拿给这个运彩 倾销商去做训练 你才拿六百万 就可以得到七亿的企业赞助 那个是错误的 我们同仁物质的 我特别这里 物质喔 那跟我的财产生报一样 多打一个零 那个物质 那是大概多少 实际上才十一百 十三万 十三万喔 对 十三万跟一亿三 差很多耶 那个物质了 对 你这样子让我们 立法委员 我们招委的问证 这个我要抱歉 抱歉 对不起 我刚刚有帮赵委再问一下 是 不然的话 你们花了一亿三 在运动彩券承销的训练上 那怎么会物质 差太多了 对 我 我们同仁物质了 是 那你将我问错了 呃 是我们不对 好 那我想这样子啦 其实我最后呢 如果这样我就 不太追究啦 不然我觉得 你花一亿三 去给运动彩券的经销商 每年才拿到二十八亿 为什么不花个六百万 就可以拿到七亿 那这边多花点钱 就 获益还更高啊 那最后呢 我要请到次长 那么 次长 我们的左训中心的奥运选手 你就任以来 有没有去看过 本来 本来是 有要去看啦 是 后来因为有别的行程 没有 不过我会尽快的 我会尽快的 其实我刚刚这一段咨询呢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这些运动员 他们要去巴西奥运 他们训练了很久 准备了很久 结果他们得到的宣传 得到的注目 不高 有时候训动员不要的 其实是掌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得到国人的祝福 很好 这其中最明显的指标 就是企业对他的赞助 反映出社会的关注 如果教育部 能够多这些选手 多些关怀 让社会关注 让大众期待 我相信也会表达在企业的赞助上 也会表达在未来运动选手 争取最佳表现的动力上 您要不要赶快的去跟我们选手 加个油打个气 好不好 是 那时候要的话我们一起去 好不好 谢谢您 好 谢谢中委员 好 接下来 请陈学胜 请陈学胜 对不起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十三万 嗨 好 谢谢陈学胜 次长还有本会同仁 大家好 次长请还有书长请 好 次长 书长 差一千倍了 好吧 今天就一起来处理 體坛的所有的事情 没有一个专一的议题 但是一个个问 就知道我们关心的事情 就顺着刚刚我们中委员的话题 这个我们要去参加里约奥 我们要去参加里约奥运的选手 什么时候要出发 跟委员报告 我们分好几批 从26号就开始 26 29 8386 后面还有 好 简单请教你 到目前为止 企业界不捧场 那么我请教你 到目前为止 政府部门去探视过的 我们这些选手的 到目前为止 最高阶的是什么样的成绩 目前就是 就是我 再大声一点 实际上 就29号 部长会过去 次长也会去 去送行啊 不是不是 就这个月29号 我们会有一个记者会 登对于奥运选手的加油 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是我们已经 来自南台湾太多选手 跟我们讲 说到目前为止 界界不捧场 折移啊 到目前为止 连政府也没看到我们 所以我才刚刚问署长说 到底谁去看过 你说520之前 那我们不管了 520之后到今天为止 也过了一个半月 新政府是如此 不重视我们的选手 我们的总统都飞到 中南美洲去了 我们的部会首长 连院长 连南台湾都去不了 署长你不觉得 都有排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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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你讲一次 总统现在都在中南美洲了 是 南台湾有这么远吗 你不要落在我们立委后面 没去看他们 市长可以吗 可以 可不可以请部长 请院长 提前好不好 我讲了两个提前啦 一个是早点去 第二个提前去看他们 你懂我意思吧 是 挂金啊 给他们加油打戏 我觉得这一个 都会 我们今天谈运彩 说实在 如果没有运动 本质吸引大家 运彩是怎么变游戏规则 都没用啦 是 我想 所以到今天为止 院长都会去 总统也会去 提前吧 提前好不好 都会 提前我再讲一次喔 不要提前 只要到中南美洲邦交国 提前到我们南部 去看我们的选手 好不好 这一点我特别拜托 可以吗 所以我今天听到只有署长去 真的证实我的传闻 我本来不想相信的 都有安排了啦 但是都就是 署长不要再提 提大家语言的啦 再语言没有用 好吧提前去看 好 第二个再请教你 前一次我问到溯西 我说溯西跟你无关 那时候是副署长来的 我说这是交通部 观光局的事情 但你们把它担下 我也没意见 暑假都开始了 你们溯西管理规则 出来没有 我们的相关的注意事项 草案你出来了 那我们也开过一次会议 也请这个 你要等到暑假结束 才 溯西办法才会出来吗 会会会 那个注意事项 会提早的那个发布 另外就是针对于那个 交通部 我们观光局的部分 我们希望他也要纳进他们的 好不好你讲个时间点出来 好我真的 连去南部看我们选手 都那么慢了 我都很担心 我们溯西暑假结束了 是 风险都过了 你们办法都没出来 讲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应该在 这个暑假开始 我们就会 暑假都开始了 拜托 我们7月 7月 下个礼拜五 就7月1号咧 对 你7月1号以前出来了 7月1号 注意事项 好不好 你7月1号以前出来 我这个拜托 不要到时再出问题 你就不要怪我们 没有提醒过您 好不好 这个责任 承担本来不该你们的事 但是你们要把他担下来 是 各县市政府 他们也会自己 定定相关的規範 7月1号前 溯西管理办法出来 注意事项 第三个 我请教你一下 你对于柯P 继续办四大运 有没有信心 我想 我们是全力在支持 应该是 不会有问题 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敌人 好龙并都已经跳下来 回头要去帮忙了 行政员也想帮忙 但你知道柯P 不甩别人的啦 不会 他现在应该会 有这个大家 一起来做 他妈对他都没有信心 你对他还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那我问你 所有的事情都要做最周全的准备 我现在问你两个事情 万一柯P没有准备好 你愿意 因为我们会不会去要求策办 停办四大运 不会 我们一定会完成他 好一定会完成他 那你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 行政院准备接管 我这一点我一定要问得很详细 因为我听到所有的讯息是 现在没有体育界的人 愿意跳进去被柯P 辱骂 所以没有懂的人 要去 帮柯P的忙 所以你对柯P 还有如此高的赏识 对不起喔 我对他现在是低评估 我不认为以他 现在孤军奋战 可以把四大运完成 行政院有没有去做过一个最坏的打算 万一柯P在什么时间点 他不能够达到什么进度 行政院要把他接管下来 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危机处理 我想我们目前 都已经有非常好的联系机制 而且我们这个也特别的 在我们政务委员主持之下 我们相关的人员 直接进入到他们的 署长我问你 再问一次 我们的方案里面 有没有准备接管世大运 我只跟你讲 我讲在前面 不要到最后 这个事情 真的被我们讲中了 但是没有人来收拾善后 这个 你一定要做提前的评估 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帮忙 但是我跟你讲 以台北市政府 柯P主持的这个平台 绝对会让很多人 一头热情进去以后 都纷纷打退堂苦 最后 还是柯P一个人孤军奋战 我不忍看他一个人苦撑了 更不愿意看到台北市 跟他一起陪葬 所以我再问署长一次 有没有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相信 这个共同合作完成 绝对是不会有问题的 市长 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接管的准备 跟委员报告 我虽然才刚上任 可是事实上 我都有参与委员会 还有筹备的这个会议 那我们其实 目前的进度的话 都照 都照那个FIT15的 它的一个要求在进行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 不要骗人啊 当时人家世大运同意我们举办 就是因为有那颗大巨蛋 那个巨蛋百分之百孵不出来 替代方案在哪里也不知道 不要讲的那么样的乐观 在今年九月份 我会再一次的问署长 次长 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点 在什么时候不行的时候 要做最坏打算要做接管动作 我讲在前面可以吗 署长 我讲得很认真喔 这个主要FIT15的它的办理 是以申办城市为主 我当然知道啊 不是 不是 你就给它挂个名嘛 由你们实际来做了 我讲在前面 署长 你听清楚了吧 你要定好时间点 万一到那个时间点 如果它不能达成 署长 次长 你们不要丢台湾的脸 好不好 我讲在前面喔 绝对不会啦 好不好 绝对不会喔 我九月份的时候 我会再追这议题 好 最后一题再请教你一下 好吧 我们只有四支职棒 现在一大犀牛要退了 中信金老板 又出状况了 万一只剩两支 你怎么打 应该不会啦 他还是会 你什么都很乐观署长 我们要跟台湾有信 可不可以想得稍微悲观一点 有时候 我们当然要做万全的准备 可是我认为 你的方案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的方案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对职棒的环境的改善 我们绝对是不遗余力啦 那当然这个牵涉到这个 是不是有所谓接手的 当然中职联盟 吴会长他们那边 也有相关的这个备案 或者相关的处理模式 您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忙 基本上我们是尽量的把整体的职办环境建构好 这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 署长 讲这种空话官话 留给别人听啦 问我实在会很痛心 好不好 照这个情况下 只剩两支球队的时候 你就跟世大运 你这样一路败下去 大家会很难过 所以也同样给你一个时间点 你自己要去衡量好 什么时间点 你真的要帮中职棒 多帮一点忙 那真的是国球 不要到你们手上 一个新政府上任 全垮 棒球 世大运全垮 这个脸大家赔不起可以吗 是 你不要忘记一个淘机事件 是 就震掉了多少人 所以你要做好危机处理可以吗 是 好 最后问一个好消息 巴西的 我们足球一直打不起来 排球 佛光山的巴西如来市光明教育中心 有有 从今年9月开始 征选了17位 到南华大学 对 是 今年9月要入学南华大学的 我们的休闲旅游管理学系 是 每年要征选最少10位如来之子 是 全部都从中南美洲来的 会提足球的小朋友 是 怎么样 我们体育署 没办法自己栽培本土的 现在借外来的巴西的可以吗 这个有刺激作用 相对性的 有什么作用 刺激 对 会刺激我们国内的选手 会相同的 怎样让他们的球技更精进 都是用两位数字很少 20比0 30比0 40比0 你的意思是这样刺激作用吗 我想我们的选手 也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好 这些如来图 资子如果表现很好 未来会不会代表我们台湾 因为牵涉到他的国籍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如果说他有意愿的话 我们当然不排除 署长啊 不得已的时候 就从借降开始吧 混合台湾本土球员 是 你做不来的 别人提前帮您做了 好不好 这个讯息您放在心里面 也许台湾也许就从这里开始 翻转全世界难得足球的 这一个沙漠地带 台湾也许就开始有翻转 好不好 署长加油 次长加油 谢谢 谢谢陈昭伟 好 谢谢 接下来 请高金素媒委员 高金素媒委员 高金素媒委员 不在 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委员 不在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不在 接下来请賴世保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先进 请一下次长跟署长好吗 提出 好 次长跟署长 来 两位长官 不知道哪一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的蔡总统说了一句话 目前政府的体育预算 每年大概80亿 没错嘛 比例非常的低 将鼓励企业投资与赞助 体育 他希望定义目标 八年以后 包括公务预算 包括运动发展基金 包括民间投入资源 等等的 经费要倍增 也就是八年后到160亿 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们怎么做 他这个总统下令要这样做 所以我的体育的经费要double 那么未来的几年 因为你这个一增加别的单位就少了 今天你们这个案子 我们主席的提这个案子 就有这个味道 你抢那个卫物部的钱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那卫物部的钱跑去哪里 去哪里找来呢 今天卫物部长官也没在这里 他当然反对 你挖我的肉 那我去挖水的肉 挖政府的肉 所以我们今天的案子 主席的美意到头来 还是政府在买单 政府增加预算 刚才说是这样 不是从你们身上增加预算 是从卫物部那边增加预算 是不是 你要回答一下吧 80亿怎么增加 倍增喔 倍增 跟委员报告 我想 整个体育运动的发展 不纯粹只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也会从整个企业的部分 那当然运动基金的部分 它是从运动彩券而来 那整个运动彩券 我们还在积极提升它的这个执行的效益 运动发展基金现在多少钱 目前有102亿的隔余啦 那今年会更多啦 为什么更多 我们的绩效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说这个他运动彩券的盈余 还是靠这个嘛 盈余会增加 好 那次长就这样子吗 不是 他刚刚没有回答问题喔 我跳过去是因为他要让你回答 你长官也让你回答 怎么样倍增 预算倍增 这一方面当然就是刚刚那个署长所讲到的 我们这个运动彩券的这个盈余的话呢 也会逐渐的增加 然后另外我们更加的鼓励企业来赞助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您刚有问到的那个运动发展基金 这个基金是不是可以灵活的来使用 你们两个都回答都没有烧到养醋了 他讲得很清楚喔 包括公务预算 你要增加预算 教育部很担的 第二个 运动发展基金 你靠这个来 请问啦 请问署长好了 我看署长比较清楚了 不要为难次长刚接而已 来 署长 今天这个案子过了以后 你们可以增加多少钱 这个目前我们如果到今年的话 这2.8亿吧 2.8亿嘛 也不了了不起 不到3亿不是很多啊 那公务预算的部分 明年度实际上 在整个学校体育的部分 也增加有3亿 增加3亿 那3亿加3亿6亿 那再来呢 再来 再啥 没有了嘛 还有我们整个 没有了嘛 你还是最后 明年企业的赞助也会增加 明年企业你可以弄多少 我们希望 他80亿有 他8年后double 也就是8年要增加80亿 一年就增加10亿 你现在不到6亿啊 你这算啊 钱从什么地方来 现在经济卖到 要跟企业借募款 募款你的incentive在哪里 誘因在哪里 是不是 你就动不动说 来我们捐了这个运动方面的用的这个减税 有个委员就提减税 被人家骂的臭头啊 这减税是很敏感的两个字啊 国家这个 人金三叻 是不是 来来来 你没回答问题啊 要怎么办 怎么办 我想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你公寓算增加3亿好了 运动发展基金 增加2亿多 不到3亿 我一年要10亿啊 一年要增加10亿啊 这个账就多不起来啊 明年度会更增加 我们认为那个 运动基金的部分 为什么 运动采倩的那个 会更好 我听你讲啦 你这个 那是一个大饼在哪里啦 你这个东西 一个大饼在哪里 我们一定会给委员一个 看到一个我们的绩效 没有啦 其实你一直不敢去谈这个问题 就是 它包括一个企业的投资 跟赞助的体育 这一部分你们应该要有一个做法 是 怎么样鼓励企业的资源 进来体育发展 是 这个路应该把它打通出来 否则的话 这张支票绝对跳票 看就知道绝对跳票 公寓算也没有增加 不可能让你增加 增加的话 教育部其他的部会 其他的单位怎么讲话 排挤预算嘛 除了你教育部的预算要增加 增加也不一定增加在你这个地方 对不对 请问这个体育署现在人数多少 100个 这样算大单位小单位 算是还可以 什么意思 挑补啊 中小型单位 对嘛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在内部抢资源的时候 你怎么跟人家抢啊 看你拳头够不够大 看起来不是很大 用绩效 用我们达到的成绩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什么绩效 你告诉我们什么绩效 不管是在竞技运动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类似啊 军人去打仗 看的是战功 是 我们的体育选手出去 看了就奖牌 是 下一次最大的event是什么 最大的event是什么 我们奥运 奥运 奥运你的期待 你认为 我们大概可以有几面金牌 我们希望 突破上次的这个 雅典奥运的金牌数 好上一次几数 2斤 2斤 然后呢 2银 1桶 221是吧 是 这一次呢 我们应该会超越 332 至少321吧 我们希望 最少多一块金牌 哪一块 我们非常努力啦 我想这个尽全力去做 这个金牌 有时候还是要看老天 不过我们估算 这个在举重 在跆拳 在射箭 都是我们有希望的项目 就是比较个人化的运动 是 我们的希望很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你对于这些选手 你要怎么给他奖励 这个总是有个目标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其他都知解 老实讲 我们都很清楚的 这个东西 你就是我们的战将出去 然后能够拿奖牌回来 这个就有意义了 否则都假讲的 是是 所以他们 基本上我们已经先调整 我们的奥运金牌的奖金 从1200万调整为2000万 也就是说他未来如果用每个月个人的这个 不要用不一次领每月领的话 每个月至少有12万5的这个 等于这个奖金可以领 另外就是说 领多久 他的终身 终身 是 另外他的这个职业保障 我们针对奥运前三名和亚运第一名的部分 我们绝对会保障他的职业 我想啊 那个次长啊 体育署做得好不好 看指标嘛 出去 运动 有没有得奖杯回来 第二个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主办 国际上的 运动相关的大赛 是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这个 大家关心的 我们的国球 是不是 棒球 金典赛大概没有希望啦 对 是不是啊 没有啦 韩国拿走了 世大运呢 继续 蛤 世大运OK喔 OK 但是这个 巨大还没解决呢 蛤 现在 现在跟委員报告 现在开闭幕 他的主场馆 现在 现在是那个台北市田徑厂 可以容纳多少人 他容纳2万 2万1 可是他在前面 那个巨弹可以放多少人 大巨弹可以放多少人 4万 4万 当初我们compete 跟人家 世界上我们拿到 世大运的 一个比赛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 我们有个巨弹 然后opening的时候 就是开幕的时候 可以容纳4万个人 这是我们开出来的条件 你现在 拦腰砍啦 你春龙班啦 跟委員报告 现在那个 国际大专提总的话 他是同意 就是说至少要 开闭幕的典礼 至少要2万5千个位置 这是他们同意的 不需要4万 不用 2万5可以 2万5可以 那我们先在这个场地 2万5可以 现在大概我们再增加 增加那个位置下去的话 大概会2万5到2万7之间 好 那另外 在清典赛没有了嘛 四大运没有问题嘛 还有呢 还有没有 2019在台中有一个东亚青年运动会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更积极的争取一些单向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 争取一点亚运 亚运 亚运在台湾比赛有没有可能 讲一下 这个我们会列入评估 听不懂啦 来 书长讲一下 我们这个亚运也曾经争取过啦 那当然这个 所谓他的这个 是不是能够获得这个举办的资格 当然是他必须有我们亚 亚洲田区组 你那个回答看起来就没有希望 一点希望都没有 从你嘴上没有读出任何一点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蔡总统里面的体育政策 大家认为有一个亮点叫做体育发展 委员会 这个开始运作没有 7月这个上 7月10几中旬的时候 就会正式运作 委员怎么产生 委员是有分成 你们自己勾是吧 不是不是 是 那个我跟你讲一个 年金改革小组37个人 委员怎么产生 突然第二天就出来了 完全违反了 现在的执政党过去批评 国民党的黑箱不透明 年金改革的37个 就是道道地地的黑箱不透明 我们希望 体育的发展委员会 委员们的产生公开透明 好吗 不敢说 你讲我们 我就可以下课了 来 可以吗 是行 因为他是属于行政院的层级 对你可以建议啊 行政你是一分子啊 行政 行政不是领权的 是大家的啊 你们官员的不是吗 全民的 whatever 可以吗 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 否则人家再说 很多黑箱 我们会建议 要建议 公开透明 好 谢谢賴委员 好 接下来请李昆哲委员 李昆哲委员 李昆哲委员 不在 鄭天才委员 鄭天才委员 不在 黃秀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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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檢東名委员 不在 陳明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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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廷菲委员 張立善委员 張立善委员 不在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 不在 江啟成委员 江啟成委员 不在 好 報告委员會 登記質詢之在場委员 均已質詢完毕 許智傑委员 黃國蘇委員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歡迎今天議程做如下決定 一 對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代委員 令行指定期限者 重啟指定 二 本案報告及尋答結束 現在來 進行討論四項並案審查 之運動採券發行條例草案 逐條審查 請宣讀各修正草案條文內容 好 議事組那邊 宣讀內容 那我們工作人員 我們就準備 委員黃國蘇等提案修正運動採券發行條例 第一條 第八條 及第28條部分 第一條 為振興體育 並策資與發掘培訓 及照顧運動人才 協助國際體育交流 券權運動採券發行管理及營餘運用 特製電本條例 第八條 運動採券發行之營餘 應全數專攻主管機關發展體育運動之用 不得的衝抵政府預算所編列之體育經費 其使用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並 刊登政府公報 第二項第三項為修正 第28條 刪除 委員李玉玲等提案修正運動採券發行條例 第八條 運動採券發行之營餘 應全數專攻主管機關發展體育運動之用 不得衝抵政府預算所編列之體育經費 其使用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並 刊登政府公報 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洪中益等提案修正運動採券發行條例 第21條 前三項未修正 第四項修正為 擁有運動競技團隊 經營權之法人團體 及其他其代表人 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 應主動配合檢查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 第一項第二項手雷行為 其有隱匿或抗拒 經查證屬實者 儲新臺幣兩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限罰款 委員 與立分等運動採券發行條例修正動議第一條 為振興體育並求之以發掘培訓 及照顧運動 好 我們現在來進行逐條審查 那我們有三個版本 我們都併案審查 還有我們李立分委員有修正動議 我們分別就黃國書委員 李毅林委員 洪中義委員的提案 我們來逐條審 我們先看第一條 好 我們教育部終於也有準備這個 PowerPoint 有進步 在陳學勝招委的 鍍促之下 感謝感謝 好 我們來看第一條 第一條 在現成條黃國書的版本 有加了協助國際體育交流 加上這幾個文字 李立分委員有修正動議 大家看一下 健全運動採券發行管理及 引以運用 並促進社會公益特制定本條例 大家 有沒有意見 下一步 有沒有意見 下一步 署長來 實際上如果從這個條文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在執行的 包括針對那個 我們的那個券商 他們都身心障礙人事 所以也符合促進社會公益 對對對 都有身心障礙人事 對 沒有抵觸 沒有抵觸 好 那 第一條 現在在第一條 第一條 好 務委員來 務委員 麥克風 麥克風 第一條就是 協助國際體育交流 協助國際體育交流 那我想問署長一下 就是說我一直很在意的就是說 協助 爭取辦理國際運動賽會 這個如果是不是算在這裡面 算在這裡面可不可以在 麻煩可不可以在 你的修法說明裡面 加這幾個字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可以 參考那個 Sports Event Denmark那個方式 就是說 以後 這個 要協助運動 單向協會 還有這個主辦程式 去爭取一些運動賽會 這個事情 這個基金也可以用 這個基金也可以用 實際上現在就可以用了 我們一些頂級國際賽會 就是在用這部分的經費 我覺得寫清楚比較好 因為你之前 我的了解是 你說偵辦到了以後 才去補助 給你申請補助 是 我現在是希望你在偵辦的 一開始就是聯合他們一起去 投標 是 比如說他要說 他要提出他 比如說權力金多少錢 多少錢這個事情 有這個 政府單位 來支持 一部分的錢 來去爭取到這樣子的一個主辦權 我的意思是這樣 現行的那個 比如說四大運 其實我們政府就出了七億元 所以 也是OK的 好 來 烏智陽委員 這部分我是不是確認一下 我基本上當然同意 烏智陽委員提出來那個方向 但我只要再確認 我剛剛質詢有沒有提到 剛好漏掉這個 就是說就我看到 在好龍斌前市長 爭取四大運 就是一百年那一年 我們對於辦理國際體育活動交流的 這一項基金的目標裡頭 當年的預算數幾乎是倍增 從原本的多少錢 一億九 後來增編到三億八 就該年度是有史以來 預算數編列最高的高達百分之二十一 是不是就是您說的 那一年的這一筆錢 就是剛好協助 不管是縣市政府或是什麼 中央政府 去用於爭取國際賽會的 之用之上 如果是那才我才相信 你剛剛回答 無這樣委員的 因為那個是不是 因為我還沒到體育 那個時候的 你剛剛不是這樣回答 我是做球給你講清楚一點 我知道那個就是那部分的經費 是我們政府補助的 所以是不是實質在一百年度的 基金使用的項目裡頭 辦理國際大型體育活動交流計畫 這一筆預算暴增 是不是就用於協助好龍兵 爭取世大運的事項 那個跟那個沒有關係 那那是什麼 那那是什麼 你說增加的部分 一億九增加為三億 八 一百年 奇怪你們在後面都沒有聽 剛剛 剛剛何組長說 是喔 我們就有在協助 那你用公務預算嗎 市大運全部都是公務預算 那你這一年的倍增是什麼 那個是因為每年舉辦的 國際賽會越來越多 那個大型的國際賽會 動輒都好幾千萬甚至上億 那一百年應該是 我要釐清 你在補書面資料 因為我要釐清 如果照你所說的 你不要呼嚨我 照你所說的 每年運動賽會 越來越多 其實每一年的這一項 大型國際體育活動交流 預算都會微幅就是有成長 可是唯獨在一百年那一年是 三億八 其他每年大概都是一億九兩億的規模而已 所以你就具體說明 那一年用在哪裡 我們可以把它查清楚 好不好 可是這跟署長剛剛講的 回應吳智陽委員 有點自打嘴巴 我以為 他現在要修的方向 就是你說的 我們會把這筆錢拿來 協助大家來辦 國際交流的賽會 然後 我們 好 那這個因為你要協助 來辦國際所有的賽事 那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 我們的社團 一定要有是全國的社團才可以 那地方的都不行是不是 那因為他也一樣辦國際賽事啊 目前 他邀請國際的所有的選手來我們台灣 做一些交流平台的比賽 那這個也是國際賽事啊 所以你有沒有設定標準說 一定要全國性的社團 才可以 地方性的 我們的標準 比如說你的台中式的 和地方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和這個 我們的這個社團 一起來舉辦的 就是都可以 比如說 桃園市政府 他有提出計畫 和這個我們的相關的這個社團一起的 或者是說 他必須就是要全國性的運動組織 來提出申請 他如果是桃園市的單項運動 提計畫到市政府 市政府在提了我們體育署 來辦國際型的就可以嗎 要市政府自己主辦的才行 是 所以這個我們 早上我也有聽我們這個 趙偉有講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培育所有的訓練的人才 體育人才 我們要從最基層的照顧 我們沒有給國際的舞台 給他們去 做一些交流的話 那他們 在這個沒有經費的情況之下 如何有機會 站上國際舞台 來發光發亮 所以我們期望 我們體育署 我們針對這個 國際交流的這個活動上面 我們條件門檻上 可以重新再檢討一下 好不好 只要以地方提出來的計畫 我們就應該要來協助 我們還是要訂定標準 如果沒有訂定標準 再多的錢也不夠 一定是 不是這樣子講 你應該要讓他們有機會 邀請 只要他們是邀請國際上的選手 來做一些交流的比賽 我們就應該有來協助 這個經費有多跟少嗎 你至少協助他能夠 有這個交流 才能夠讓他精進他的技術 才能夠進步 才有機會站上國際舞台 為台灣爭光 好不好 我們會檢討 好 吳委員 我再稍微說明一下 我這個部分講 主要是講協助申辦 國際運動賽事 但是爭取到了以後 要辦很多錢 那個不要用這個 那要用你的公務預算 這個要講清楚 對 申辦的話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地方政府 單向協會很辛苦 用國家的力量 先把那個主辦權先拿回來 拿回來以後 可能有硬體要幾億幾億幾億 那個可能就要正常的 用公務預算來辦 那這個可能是投標 或者是背標 或者是需要保證金 需要什麼這一類的 我的意思是這個部分 所以可能也不用動到 本文黃國書委員的提案 就是在您的那個說明裡面 關於解釋什麼叫體育交流裡面 加上一項說明就是爭取這個 申辦國際運動賽會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也正在修訂相關的規定 就是剛剛委員的意見的部分 我們已經納到我們那個 申辦相關頂級賽會 國際賽會的那個條文裡頭了 好啦就是在法案說明欄裡頭 把吳志陽委員的意見寫進去吧 好不好 好 那這個條文 那李立芬委員 也有修正動議 李立芬要不要也講一下 大家 大家也都同意吧 大家也都同意 好 第一條條文 我們確定這個樣子 為振興體育並籌資以發掘培訓 及照顧運動人才 協助國際體育交流健全運動彩券 發行管理及營餘運用 並促進社會公益特制定本條例 好 第一條條我們這樣子通過好不好 大家沒見沒有 好 好第一條通過 好再來第八條 第八條我們來看一下 第八條運動彩券發行至英語 因全數 他本來的條文是10% 要播入公益彩券的英語 那其實最主要是第八條的變革 我們在這裡 黃國素委員的版本 跟李毅玲委員的版本 都提到 因全數專攻主管機關發展 體育運動之用 不得衝抵政府預算所編列至體育經費 其使用範圍由主管機關發展 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 好 這個 委員有沒有意見 李委員講一下 來 李委員 來 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 我還是覺得說 應該要保留這10% 作為社福 因為有良益多 那這個其實對 不管是在健保 國保 以及縣市政府 尤其是縣市政府 其實縣市政府的那個福利預算 其實是非常短缺的 那如果說 這個部分就拿掉的話 他們可能就不是編預算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國保跟健保 都可以爭取行政院的預算 可是到地方的話 我覺得這筆錢不見的話 這些事情可能就不做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是我比較擔心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今天我覺得 我們教育部整個 在這個運財基金的運用 我還是覺得 在整個效率基金 用的一個方式上面 還是有很大需要改進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 另外就是運財 其實它的績效是越來越好的 一直在增加的 可是我們相對 我們在運財基金這邊怎麼運用 要做哪些事情 其實目前是都還沒有看到 很清楚的一個規劃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 比較主張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還是保留10% 給做社府的一個相關的運用 好 來 李玉玲委員 謝謝主席 本席會提到第8條就是 運動彩線發展的方向 就是在第一條 就已經明文規定 我們要發掘培訓人才 跟照顧運動選手 他才叫做運動彩卷運彩 所以本來就應該是專款專用 才能夠落實到 照顧到我們的選手 跟去發掘我們的人才 每次我們很多地方型的 一些運動選手 我們在最基層的時候 在培訓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挹注我們的資金資源 去照顧他們 都在他們自己去發展 等到拿到金牌了 等到拿到奧運了 為國爭光了 你再來錦上天蛙 都沒有做到雪中送炭 這樣子的去照顧 都是讓自己的家長去培育 去照顧他們 這一照顧都十幾年來了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運動彩卷 能夠專款專用到運動這個項目 才不會在我們立這個運動彩卷的阻止上 不會違背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專款專用 是非常重要的 柯志仁委員 我想我還是呼應 黃委員跟呂委員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專款專用 剛剛李委員所擔心就是說 怕這個錢 如果說是 以現在目前為止是2.85億 來說的話 到地方的話 地方政府恐怕沒有這個錢來支付 這是普遍不是只有在運財的部分 幾乎我們所有東央的經費 如果要到地方來做配合款的話 地方政府其實都會用種種的理由 來告訴他們沒有這個錢 所以這個不會是 這個不會是一個理由來說 我們需要保留10%給地方的這個層面 而且我個人認為說 以目前所謂的公益彩券 跟運彩的這個整個的整筆 例來去看的話 以目前為止 我覺得 應該是做大公益彩券那一塊的大餅 而在這個運彩的這部分 還是讓它單獨單純一點的裡面 因為它畢竟它的整個的宗旨 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那至於怕說這個錢 有沒有什麼樣的不良的運作 或有監督機制 這我們可以在討論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 以我們這個委員會而言的話 我們應該是強力來支持 因為畢竟這東西還要送過去 還有未還的意見 還有包括財政部的意見 那時候可能 還有一些更大的一個討論 那起碼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個人認為 還是應該在支持 體育發展的一個路上面 大家應該全數讓它來 做這樣一個處理 會比較適當一點啦 好 還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來 吳志陽委員 還是回到我在質詢的時候講到 因為運動彩券發行條例是 公益彩券發行以後 從裡面分出來 專門要支持運動的 那事實上 今天也報告也知道說 去年的預算裡面 就已經在編列上 預算上就已經透支五億 就是不夠 雖然它累積有很多 但是它單年的編列是不夠的 所以這百分之十回來 今天很多委員也指教 太多事情沒有做了 跟運動相關的照顧 人員的照顧 很多產業的發展幾乎是零啦 所以包括這個場館的修繕等等 這些幾乎都是很少的很少的一個錢 我想當這個東西 專用在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的時候 你其他的也幫地方政府省掉一些 它本來要出在這裡的錢 所以你給它的東西 它一樣可以 公益彩券依序分配 它可以不用拿來放在這裡 可以專做它的公益 我覺得並不會有什麼衝突 所以我還是建議 其實也不用寫陰泉術 就是專攻就好了嘛 專攻 不用去強調陰泉術 你就專攻的意思就是陰泉術 也可以考慮這樣子好不好 可以可以 烏烏委員說得很好 陰泉術三個字其實可以不用 就是專攻 可以啊 這個我同意啦 不過現在我覺得 我補充一下 還是要陰泉術 泉術就是全部 不專款專用 你專攻的話 運彩的錢當然專攻啊 專攻的比例多少呢 你沒有講到錢術 怎麼比例多少 九成嗎 扣掉10%到公益嗎 所以一定要應全數 才是專款專用 好 好 立委員主張 還是要應全數啦 好來 委員再發表 張立萬監委員 我想我的意義也是說 百分之百啦 大概就是希望都 弄 弄在那個體育經費上 我們剛剛已經就教過 很多運動產業保安條例 很多法規要定 其實他法規要定 也要一些經費來推動 另外就是其實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其實這本來就有定了 就是說他使用 他的這個 不得 底衝政府預算所編列之體育經費啦 我覺得這個這句話 其實是真的 有很深的意涵 如果我們每年增加了3億 結果我們其實 只是把原來應該編在政府本預算的 拿來編在這裡 那其實這樣子也都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請體育署 還有請我們這邊特別 我想對於體育的發展 我們早上也探討過很多啦 運動產業方面的推動等等 應該是做在新增事項的 或者是說增加的部分 應該要照顧的增加的部分 那對於這個 因權術這個 我覺得那個意義就是要全部啦 那真的 真的是希望能夠 讓他趕快修正通過 謝謝 各位委員還沒有意見 然後那個李立峰委員 講的那個部分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說 那個部分 我們絕對不容許 因為這個案子修正以後 然後讓那個預算有排擠 所以我們也會要求 衛福部或相關的單位 不能因為這個運動產業條例 修正後 然後用這個理由 不給地方相關的 預算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的主張 來來來 陳選委員 來 你發言 請問說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去玩那個手腳 簡單講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玩那個手腳 那就請 因為每年的預算是浮動的 你怎麼看得出來對不對 一年以後就知道了 一年以後就會知道 地方上的 馬上就會看得出來 那地方政府也會反應 來來來 李委員 他這個錢應該也不是說 中央政府給的錢 而是說 這個運財他直接的盈獄 就是有一個部分 是提撥到地方政府去 所以是地方政府的裁員 對 他直接他是撥到運財券 對 沒有 公益財券也是 運財也是 所以就是說地方政府 他會就是少了財源 所以我就說 中央的部分 他們可以去爭取行政院 可是地方 他們這個財源 他們就沒了啦 他是直接 他是直接撥到地方政府 還是撥到 撥到地方政府 對 對 這麼多稱謂 也一個 報告 沒有差 沒差 沒差 就是說 有關地方政府 獲配的公益裁券 銀餘 是直接 每個月 撥到他們的 地方政府的賬戶 是他們一個自主的 設福裁員 這樣子 中央是沒有編列 妳是怎麼撥的 照比例啊 對 分配公式 對 那不是他的計畫項目 需要多少 喔沒有 妳們在這看計畫 喔沒有沒有 它是就是依照一個分配公式 然後直接就 給他去活用 那怎麼樣分配下去 怎麼分配下去 那自主的社福財源 對 改成資源 可不可以把資料給資料 給資料給資料 資料給資料給資料 喔 這個可能因為如果說他 因為那個我們現在的 如果是屬於 他如果說照目前的一個機制 他編到公益採券 歸入公益採券的一個條例規定的話 是法明定是供社會福利使用 他有一個正視別 所以說跟體育的這個類別是不一樣 我的意思說今天修法之後 其實體育署需要做兩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你當然是要 馬上喊文給縣市政府 讓他們知道 他們原本有一筆 依人口比例 可能數而不一的這個社福經費 會受到影響 讓各縣市政府提早因應嘛 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第二件事情是 現在大家討論啦 因為如果這樣聽起來的話 可能地方政府在整體財源上是少了一點點 那是不是大家同意是我們把這個拿回來的 像今年度大概三億左右 我們的要求是大家意見啦 就是讓地方政府來用於體育振興相關的作為 不然就是你這筆三它現在是回到中央政府 你統籌再來分配你幾大業務項目對不對 那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要把這一筆三億是一樣讓地方縣市政府 然後那個分配的部分就是 這個是可以思考的啦 對 我們這個總統政見特別提到 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的部分 還有這個相關 對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嘛 我們包括國民運動指導員啊 包括這個亞健康族 包括銀法族 這個都地方政府必須來一起來做的 這個部分 我們也當然就是說 只要是對我們的這個體育運動發展的 是不管是我們 或者是地方政府 都OK啦 都OK 但是就是說 真的委員關心的 他的效益的問題啦 是不是真的有用在那個地方 這樣子啦 好 吳智陽委員 我做過地方政府首長喔 你這個錢撥進去喔 有去無回 當然不會回啦 我是說他一定統籌在他的 眾多施政項目去弄 你沒有 絕對沒有辦法去達到你專位運動 通下去不去了 所以 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要對地方政府有照顧的話 我們這個錢給你運用 但是你要開一些專案計畫 讓地方政府申請 比如說申辦體育活動 或者是他的場館修繕 或是什麼 那一樣嘛 但是你至少可以控制到說 他是真正用在體育啦 要不然你直接撥說用體育 那他本來要在體育撥的錢他就 那我另外一個局處也沒有錢 那就邊到那邊去 所以你等於是贊助他經費而已 你根本沒有辦法控制他使用項目 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 來 陳學生委員 我這邊講一個實務面喔 我覺得體育署在補助地方體育活動 非常的僵固 我們地方有很多好的體育運動活動 但是每次要跟中央申請經費的時候 只有兩個管道 一個要透過單項 第二個透過學校 透過學校就是搞一個假的帳目 叫學校做人頭 然後透過單項又被單項抽成 有時候是因為你辦著活動 你跟這個單項協會意見相左 然後你自己出來辦 但辦得比他好 結果體育署都只看這兩個 那變成地方好的運動賽事 他沒辦法申請到任何經費 最後補助的反而是什麼 中油啦 台電啦 然後每個給的一萬兩萬這樣子辦 我做過地方的立法委員 的人都很清楚這種活動 但體育署每次問你們 你們都欠難辦理 而且有些新穎的活動 一出來是好的運動賽事 都因為沒有辦法符合你那兩個規定 你們都沒辦法補助 我覺得這一點如果通過以後 你們在一些補助規範上面 你們應該要有一個彈性 給一些專案好的賽事 不要老是被這兩個管道綁住 這一點我跟署長講過很多次 現在正好再提一次好不好 謝謝 好 來 烏水遙 委員 這樣子我請示一下主席 今天我們修法條文通過之後 他還有上路的時間公告或什麼 是不是請 就對我們剛剛提出來的 你到底是 可能是直接給地方政府 但大家有疑慮 第二個可能是用中央有一個 掌握的方式 用補助的方式來處理 你們去想一套運用辦法 然後再來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我覺得要回去想清楚啦 那如果說現在很rough的講 OK 即便是你在掌握 那我講難聽一點 這筆錢就變成你另外一個小金庫 你另外用在一些補助 我剛剛質詢也講 你的補助怎麼樣補助到位 是不是你真的說的 蔡總統說的 你確實少了一個 在扶植全民運動的這一項目 是少做的 可是是用那種補助 過去的那種方式嗎 透過單向協會或是怎麼樣 又變成另外一個大金庫 另外一筆私房錢去做這些 我們都認為是弊端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法案可以先過 但是他要提一個方案 讓我們看過 朝那個方向再支援 不然現在我們拚天債 馬上想那個制度沒有思考的很清楚 好 因為在這個條文裡頭 不得衝抵政府預算所編列制體育經費 其使用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就是他使用的範圍體育署你們要公告 那體育署當然你們也要去擬定一個相關的配套辦法 你們還有一些申請補助的作業準則 你們那個都要來 對 那個都要考量到啦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是不是本案 本案我們就按照呂毅林委員 黃國書委員的版本 先出委員會好不好 好 然後衛福部這邊你們也要開始認真去因應了 你們很多的 可以讓我再講一句話 剛剛雖然在質詢台上我們說 如果真的被抽掉這2.8億的話 我們會在中央部分啊 會努力爭取公務預算 事實上 整國家真的很窮 到最後可能沒有錢 我只是說 對啦 但是問題是 問題就是這樣嘛 現在蔡總統也說 我們要發展體育啊 那好啊 那我問你 那你們衛福部 這不干你們的事情 所以你們就不會想到 要如何幫忙我們體育署來想 要如何發展體育 如果這個是我們當前國家重要的發展的政策的話 那你們告訴我們 我們要去哪裡找錢來 因為這個 這一個條例本來 它就是專門用在 從事國家體育發展的嘛 我們只是想到說 100多億是不是先想好怎麼用 我 讚 那我們現在是零啦 其實我們每一次撥下來 因為實在是 你們有三百多億耶 真的是都光光 不過跟委員報告 來來提出 我們那個 那個一百零幾零而已那個 現在還不確定啦 所謂不確定還在訴訟 我們 對 我們和富邦還在訴訟 對還在告 那還不是那個確定的 對現在是這樣子 但是 對 那如果贏了會怎麼用 贏了就是會有這個數字 但是你每一年 編預算的額度也是有受限制 受限制啊 對啊 那你但是你每年就是 你編那個透支的 也透支的乘數也有限制 是不是這樣子意思 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是盡量 因為跟富邦在訴訟的總金額 大概96億左右 那我們就是盡量盈餘要維持在這個 剩餘之上 這樣96億之上 所以我們不敢透支太多 就是怕說到時候萬一透支太多 因為富邦這些錢都已經先交給我們了 他只是不甘願所以提訴訟 那這個萬一 萬一真的 我現在講的是都贏了 都贏了 你要怎麼用 那我們現在其實每年編就已經透支在 對 所以我意思講啦 這樣講大家知道 不是像你想到有100億 馬上可以溢注你那個什麼 公益採券 公益採券 不是這樣 他每年可以透支的額度 跟他的比例是一定有的 我們像今年 應該是這樣嘛 今年度就透支5億 也不能說明年一下就說 體育就一下變100億 不可能這樣嘛 對 不能 就算贏的話 所以比如說你去年是 透支5億這樣講好了 如果還在主計處允許的範圍內 換句話說你有100億 你如果每年以透支5億的話 最後花20年 才會就是這個基金餘額是0 是這樣子的意思 是是 對不對 是 好那就知道是這樣 並不是說一下那個100億可以 哇好大一筆錢馬上可以亂用 那是不可能的 其實以最近一起 應該是去年吧 他的收是26億 他支才18億 是運財基金 其實他還有 那是因為我們這個 目前的整個基金預算 都是被保留 不是被保留 被凍結 沒有通過 審議沒有通過 到隔年 所以我們前一年 今年的預算 不能超過去年所編列的預算的額度 是我們受到這個限制的問題啊 不是不想 我想喔 沒想啊 我們也不夠啊 可不可以大家都來體諒一下 因為 預算大家都很結局 但是我們眼前 體育要不要發展 我們有很多 國家級的選手 要不要受到合理的照顧 那我們用哪一筆 經費啊 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當然就是運動採券的言語嘛 運動採券的言語 它這個條例設置它本來的目的 全台灣唯一也只有這一個基金 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可以請衛福部 可以來幫忙我們啦 幫忙我們 共同 大家共同來體諒 我們為了台灣的體育的未來 是不是可以 請你們高台貴手一下 不要 然後 然後那個 至於那個缺口 衛福部這邊再去想辦法 好不好 那需要我們幫忙你們 我們會來幫忙你們嘛 好不好 那這一筆 讓我們回歸到我們專業來 來使用啦 好不好 以上先這個樣子 好不好 很感謝 那我們就 第八條條文 好 第八條條文就用修正案這樣通過 李玉玲的版本一樣嘛 我們兩個一樣 好 好 好 按照 黃國書委員的版本 還有李玉玲委員的版本 通過 好 好 接下來 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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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沒有沒有這不是21條吧 21條 最後一項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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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球隊經營權 擁有球隊經營權 因為不一定所有的運動團隊都是競技的嘛 好 這個條文我們把擁有球隊經營權 AY hun 擁有 擁有 最主要的 擁有球隊經營權 且 擁有球隊經營權 21條 以強暴 脅迫 詐數或其他非法制方法 妨礙投注標的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 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便科信來幣一千萬元 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果三年以上犯前一項是罪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便科信來幣兩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稅犯罰之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 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 因主動配合檢查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第一項 第二項所列行為 其有理逆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 儲信臺幣兩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款 好 21條修正案 通過 好 再來還有28條 28條 28條因為 因為 特種公益台訓在民國102年12月30號發行就已經終止了 所以28條這個內容就多了 所以28條可能要把它拿掉 那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 所以28條 要刪除 以上 謝謝 那我們現在 來 來 委員 有沒有幫我剛才講那個放進去 喔 剛剛第一條 有有有有有有加入 爭取國際賽事 爭取國際賽事 那個立法理由有有幫委員的意見寫進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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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記得 好 好 爭取申辦喔 申辦國際 國際賽事 好 好 我們第一條的說明欄裡頭 增加 爭取申辦國際賽事 好 好 主席宣告 好 以本案審查玩具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二 鄰居運動財券發行條例 草案之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絕 院會討論時 由 黃召集委員黃國書 補充說明 由於會期 將借本委員會 將沒有時間跟財政委員會再行召開第二次联席會議 因此本日联席會議議事錄 一例授權會議主席 批合分送出席委員後 將本案之審查報告 含附議事處 請問是否同意 同意 好 非常感謝 幫委員會 現在有委員提出臨時提案 總共四案 好 請宣讀第一案 第一案 運動發展基金目前分別使用AO計畫 與運量比例高低 依序為培訓體育運動人才之 及運動訓練環境改善 推搖奧運及基層運動人才培育計畫 辦理大型國際體育運動交流計畫 及健全體育運動人才培育之運動產業環境改善知識計畫 然基居運用對照中之運動人才培育相關計畫 僅著重於全端之人才發掘與培育 未落實運動採見 發行條例第一條首定之立法目的 為振興體育並策織與發掘培訓及照顧運動人才中 體育人才退役生涯的照顧規劃 再者 現有運財基金運用項目 與蔡英文總統五大項體育政策會盡相符 十有調整之必要 原始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 運動人才培育計畫 應調整政策重心於照顧體育人才 協助輔導運動人才退役生涯規劃 如輔導其成為體育教師師資 運動賽會專業管理員或運動指導員等 實質照顧運動人才之退休生活 二 現行四項基金使用項目 應進行檢討調整內容及比重 以符合蔡英文總統五大體育政策 如體育行政優化 鼓勵企業投資 國際賽事接軌 體育向下雜根 選手職業照顧 尤其應增加基金運用於過去所勸缺關切之 推廣全民運動之上 三 基金運用業務項目之調整計畫 請向教委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委員吳思堯 顏屬倫 委員江乃欣 李立芬 黃國書 好 來 我們第一案 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來 那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剛剛於改二個月內 是調整計畫 於兩個月內向教委會提出報告 好 修正後 通過 好 下一案 第二 運動資訊出版列作為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所規範之14加1之產業範圍 但在目前體育署針對相關產業之獎補制規範中 卻僅以提供貸款 利息 專體研究等非相關性計畫配合 並未能針對目前之運動出版產業進行續體規範 建議運動資訊出版產業作為國人接觸運動資訊 培養國人對於運動相關愛好之重點項目 委員建議體育署應針對運動出版業部分設計 相關獎補制辦法 相關評估與規劃報告 請於一個月內向教育文化委員會 與財政委員會以書面方式提出 提案人委員黃國書聯署人委員 吳思雅 余地分 好 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 體育署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這個可能還要再做一些評估 好 三個月好不好 好 改成三個月 好 好 本案修正後通過 下一案 第三案 多餘語言測驗變成學生求寫之必備條件 但是從報名 刷廢 測驗證書證明之發放 接收取偏高之行政規費 造成學生家長之沉重不合理負擔 就一步 以思考調降多餘測驗相關費用 未來學校之多餘語言測驗 考生合理負擔之行政規費水準 長期應考慮如何由公務部門本身來負責舉辦 以運作成本為測驗價格之依據 提案人委員徐國勇 聯署人委員王國書 張六萬間 李立芬 好 這一案 委員有沒有意見 我們就是聯席會對不對 聯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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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她是財委會的招委 有有有 今天聯席 好 下一部有沒有意見 跟司機報告 這個由我們教育部來研議 來研議啦 研議啦 確認一下 要長期要由公務部門的預算 來辦這個 確定是可以嗎 我們 講清楚 你現在說要研議是回去 你這個案子就OK 要回去研議辦理耶 沒有沒有 研議看可行性啦 她只有說 因考慮啦 考慮啦 由公務部門來負責舉辦 所以是研議而已 研議而已 不要緊張 研議而已 好 本案 通過 教育部去研議啦 好 三個案子都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 還有第四案 來 第四案 第四案 請教育部於一個月內 針對教育部體育署於2014年12月27日 核定我國參加2016年第31屆 旅約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 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之實施情形 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的委員 中嘉賓 聯署人 委員 李一芬 張廖萬堅 黃國書 好 本案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 體育署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OK 謝謝 那個陳元勝 趙偉講 那個太有道理了 不然你豪宅也請個陳元勝 趙偉去視察一下 對不對 陳元勝委員也來視察 提前啦 提前視察 提前視察 好 來 蘇喬惠委員 我只有簡單的那個 吳思雅委員的提案和黃國書委員的這兩個提案 我想要加入聯署 好 那兩個提案蘇喬惠委員加入聯署 好 報告委員會 本日議程 並按審查 運動採券發行條例 草案 處理完畢 現在 現在 好 現在上會 謝謝各位 總理 總理 您主要親啊 在哪裡 都市府啊 這也是養一養 謝謝 謝謝 主要親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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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 好 在部長開始要知道 你要去看喔 不然這邊在警察 一天就來了 路長陳吉派敵人 又要成全勝 找回提前去獎 提前去獎 好 提醒 掛 84 下禮拜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一眼 我們去看醫療 大家還不知道 你是想選上我才去找 這個安排的確實是打賞了 這次我們贈了 川普人財政啊 因為我們跟她打仗打了一年 好謝謝 財政啊 找錢要找 找錢要找 找錢要找錢 找錢要找錢 找錢要找 博士域委員上司,還以為有一個內容這個科技發展? 我剛才給你喔,就看我腦筋都不抬起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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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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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